2016年议算编列跟施政重点进行说明 我们就用一个power point 今天的说明主要有三 我们就非常简要收我们总议算的编列跟支出情形 另外一个是施政重点 下一页 本部主管税入议算编列1.18亿 较105年度减少减列了0.27亿 负成长18.37% 主要减列的原因是因为新竹市医园区研发中心建务106年度 作价拨充园区作业基金 该中心之污水处理使用归惠收入及租金改编于该基金 税出部分本部主管100年度税出议算编列522.11亿 较105年度议算增列55.73亿 成长11.95% 增列的原因主要是落实行政院推动创新产业计划之重要科技政策 新增办理新产业旗舰计划93.1亿 若不含该计划的话 本部主管的议算较105年减列37.37亿 负成长0.8% 下面就是这个我稍微简列一下 第一项是本部的公务预算编列了49.7亿 叫4.97亿 4.97亿 叫105年增加200万 第二项是科发基金 编列了423亿 423亿4500万 叫去年增加69亿 7500万 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就是多编列的创新产业计划93.1亿 要是简列的话 简列93.1亿 我们其实是简列了23.35亿 但是旗舰计划本部 在旗舰计划里面 在这一项里面 我们争取到18.83亿 来协助学院界的前瞻科技研发 第四下面那一项 就是国家灾害防救中心 今年变列了1亿6200万 较去年减少了4700万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宽品的计划 减少了0.36亿 那我们也在旗舰计划里面 争取到0.11亿 下一个是国研院 它变列了50亿9800万 较去年减少7亿800万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国阵中心第二实验设施 减列了6.35亿 其实它在旗舰计划里面 也争取到4.16亿 下面是同步辐射中心 变列了15亿9900万 较去年减少1.17亿 1亿1700万 但是它在旗舰计划里 增起到229亿 逐科跟首属 编列了10亿8700万 较去年增加1亿6500万 主要还是要新增 新竹生物园区的 第二升级大楼的工程会 1.76亿 另外它也增加到期间计划 零整3亿 中国籍首属 减列了6.9400万 主要就是因为有个中心新村的 公共预算减列了6.6200万 南科首属的话是 编列7.9300万 较去年减少200万 但它在期间计划 争取到2.19亿 合计本年度编列了522亿 522亿1100万 较去年增加55亿 那主要还是期间计划的关系 那市政重点 这个市政重点我分为9项 我就这个标题念过去 请大家参考 我们这个书面资料 第一个是 行政院科技汇报 以本部共同推动的 创新产业计划 就所谓的5加2产业 5加2旗舰计划 我们编列了93.11亿 下页 主要是 大家都知道5加2就是 绿能亚洲矽谷 智慧机械 生意制药 国防 新农业跟循环经济 那有一个数位经济 就是作为一个底盘 来支撑这个5加2的产业 最后还是增加了一个文化 创新科技计划 3.7亿 请大家参考 那另外一个是 本部对各项 5加2产业产业里面 规划前参科技研究计划里面 本部 主政协调相关部会推动两项 一个是 利农科学城 另外一个是 生意 创新产业 利农科学城 如图所说 我们科技部主要是负责 利农科学研究中心 跟示范场业 科技部跟经济部 主导 这两项 下一页 另外一个 本部主导的就是 生意产业创新 推动计划 主要是由 科技部 经济部 部会部部 中研院跟教育部 董11个部会 共同推动 生意产业创新 推动方案 建制台湾成为 亚洲生意 亚太生意 研发产业重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自从南港 由北到南 希望参接生意 医药的狼带 希望连结在地 连结国际 连结未来 以促进生技产业 提升台湾经济 跟国人健康的福祉 下一页 另外一个 我们新进的产业 新进推动的计划 里面有新南向政策 上次已经来报告 我们主要 科技部 是以推动 以人为本 付费 工农区域连结的 政策 配合 国家 新南向政策 共同推动 有关 我们科技方面的 科技 跟产业连结的 主要工作 下一页 科技部 主要的工作 还有 有三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鼓励 研究 卓业跟 学术创新 这部分包括 学术 补助 的策略 游下 杂根 核实中间 向上提升 另外一个就是 培养年轻人 学者 我们有推动 一个 要心研究计划 另外一个就是 强化研究 成果的多元性 希望 研究成果的品质 跟影响力 可以强化研究成果 学术创新 产业应用 跟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 等多元价值 下一页 为了 让我们基础 研发成果 可以顺利 推展到 产业界 所以我们加强 产学连结 所以 推动大小联盟 强化 这个 疫苗的 状案 希望产学合作 可以缩短学用落差 跟沿用落差 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希望 推动 创新 创新 跟创新创业 希望 研发成果 可以 可以 顺利 创新创业 在这个同时 我们希望 可以 优化 跟 中榜 研究的环境 让 研发成果 可以顺利推动 所以我们修订了 科技基本化 下一页 我们跟教育部一样 育材 留财 跟缆财的计划 持续的推动 另外我们也设定 各种 奖励措施 奖励人才 包括 谈性薪资 下一页 为了让 我们的科技 跟人文 可以更好的互动 可以说是科技 人文化 或人文科技化 所以我们持续推动 几项重要的措施 包括 本部国研院 国防中心 建立 原端 算土平台 协助国内电影 动画产业 之特效模拟 也推动 大学与地方合作 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 地方人文发展 跨意 治理计划 推动 多元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 推动 原住民科学 教育计划 跟 多元 多元族群研究 跟原住民 落实 发展 研究计划 也 也特别注重新竹主流化 跟科普产品 直播 推广的 产业合作计划 下一页 持续 为了 我们研究 创新 所以我们要建构 良好的 研发基础环境 这个包括 人造卫星 海洋船 跟台湾 光子源 下一页 台湾是一个 多自然災害的国家 所以 推动災害防救 以永续发展 是我们 永不止境的责任 所以我们推动 跨部会合作 共同推动 災害防救 应用科技计划 持续建制 災害 资讯 应用平台 针对我国面临 主要災害 进行研发 防治 所以我们会持续 对我们行政法 人 行政法人 灾害防救中心 国研院的地震中心 国研院的防洪中心 持续 优化他们的硬体 跟 软硬体的建制 跟措施 下一页 最后一个就是 科技部 另外一个重要的责任 就是发展科学园区 在这个方面 我们会持续 推动园区 创新转型 和活化 希望 促进园区的创新转型 而且最近我们也研理修订 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令 以吸引创新产业进驻 并活化园区 土地资产运用 希望吸引更多的重点产业进驻 及打造我们园区智慧化 最后决议 本部的三大重要任务 就是第一个是 推动全国整体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在12月底 会召开全国科技会议 那持续支持 基础学术研究 希望学术研究进会稳定性 跟基础进用研究 培养科技人才 最后发展科学园区 希望园区创新转型 活化园区土地 跟资产运用 感谢聆听 谢谢委员的鼎力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部长 应该是最后的结论 不是最后的决议 我有认真听 对不起 谢谢 谢谢有效率的 在时间内结束 你的口头报告 那我们现在进行综合寻导 每位出席的委员 咨询时间8分钟 必要时延长2分钟 那列席的委员 咨询的时间就6分钟 那我们大概上午11点左右 是我们咨询的状况 中间再休息10分钟 那发言登记截止的时间 为上午10点30分 那委员如果有临时的提案 请在咨询结束前提出 处理提案时 如果是提案的委员 或连署的委员都不在现场 那远前例不予处理 那首先请发言登记 第一位的吴志洋委员 咨询 主席有请部长 来 部长请 来 吴委员找 好 部长 我希望我们的台湾 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地方 也说科技部实在是责任重大 本席在日前询问 圆能会的主委 问他2025年到底能不能达成非核家园 那他说啊 他信誓旦旦很有把握 他说 因为 沙轮绿能科学层已经动土了 所以 绿能发展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这园能会的主委讲的 所以这个就扯到你们了 因为 本席上次也在问你这个绿能 科学层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这个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第一张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是2014 就是说目前核能是占了16% 再生能源只占了4.2% 假设2025年 我们 希望达成非核家园 而且 那些高耗能的会产生二氧化碳的那些 我们都不要再用的话 不要增加的话 不可能不用了 不要增加的话 那是不是 2025年的时候 其实再生能源应该要把核能这一块 把它吃下去 就是20%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部长 20% 你有没有把握 根据我们那个 力能 产业长期计划里面 我们有设定 就是我们 像风力化电 要到 5.6个GiG 就到那个时候 没有 我只是要讲 你总数能不能到20%嘛 当然是一个 2025年 非常高的挑战 非常高的挑战 另外 在我们那里面 那个天然气 跟那个天然气发电 跟蓝莓发电 还是有做一些调整 并不是 所以 很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那你觉得 这个挑战 我们尽量要达成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你觉得我们这个沙伦的 绿能科学层 能办什么样的角色 绿能科学层 主要还是创新 创新的绿能产业了 主要的产业 风力发电 是在我们沿海 那太阳光电 还是有 它是不是要研究出一些 商业模式 或者怎么样 让大家去仿效 然后快速做 还有就是研究 那个法令的一些 一些调整 所以它是一个示范区 对 但是我一直觉得 你们选的那个地方 很奇怪 沙伦绿能源区 你选了二十几公顷 这么重要的是 你二十几公顷 能做什么事 然后你旁边 砸着很多很奇怪的 有中原院的南院 又有什么 李安的电影城 又有会展中心 我觉得这整个 整个好像走掉了 那到底是一个 土地开发案 还是一个旗舰的计划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新竹有一个 以ICT为主的一个科学城 那这个地方 就希望 也是建置一个 以利能为中心的科学城 所以我们那个二十几公顷 主要是一个研发基地 就有点像新竹里面的 科学研区 还有附近里面 我们可能叫国家实验室 那我在指引你 真正的产业是在科学研区 不在这个研发 你现在现在已经2016 2016 你到底 照你的规划 2020年 就109年的3月 你才能完工嘛 才能进驻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 2020年 你年2025年 剩下五年了 你要把那16%把它补上去 我很怀疑 我非常非常怀疑 风力发电跟太阳光电 是在不在这里建置的 是在 像这个 离岸风力发电 但是你要带领大家 对对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hub 一个中心 一个科学城的中心 那部长 你跟 你做这件事情 跟经济部有没有协调 当然 当然 我们那个 利用科学 是我们科技部的 有 示范研区主要是经济部 那我跟你建议一个事情 你下一页 谢谢 你这二十几公顷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们好像忘记了 曾经有核研所这件事情 你们打算 要把周边的这个学研机构 工研院 国家实验研究院 成功大学 交通大学 中研院 地方政府 这些东西 你忘记了 核能研究所 没有忘记 他占第50坪 有超过1000位以上的专家 现在正在做 所有的清净能源的研究 除了核能以外 因为他的 他的mission已经改变了 我们要走非核家园 他很早就被定位 只是主改的问题 他将来应该会属于 经济及能源部下面 对不对 原能会会跑到你科技部里面 核研所 能源研究院 会跑到经济部下面 及能源部里面 那他做的事情 我们看下一页 你看 他做的就是新能源 跟再生能源 你有没有去看过 我有去实地考察过 另外他还做什么 环境节能与减碳的 所有的科技 所以你能想象到的 在你这个砂轮 绿能 想要实验 跟示范的东西 其实现在核能研究所 已经在做了 没错 而且他也50平 人也在那边 机器也在那边 设备也在那边 我不知道你 这个 你是不是搞一个资源重叠呢 重复在 核农所做的 我们当然是鼓励继续做 但是核农所 也会有一部分 会进入到这里来 包括我说核农所 还有公园院的核农所 跟国园院 还有中园院 这个有关核能 新的核能科技 就会到这里 部长 我跟你讲 因为我上次问你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 只有一个概念而已 要弄绿能 我知道 这个很好的概念 但是绿能 接下来 你在这22.7公顷 到底要分几年的计划 第几年做什么 总经费多少 那个时候 我觉得你还很初步 对 那现在呢 你有进展吗 现在因为那附近 就已经有 辰大光电中心 交大光电中心 光电学院在那里 还有陈大也有在那里 然后我们国研院 也有一部分建筑已经做好 所以现在就开始进驻 并不是房子干好 我们才进驻 所以现在就要进驻 今年2010 我们是亿计 进驻100位 部长 我想 已经很多评论 在批评这个案子 你想他批评的 大概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我觉得 你没有盘点过去 已经做的事情 有有有 这个有盘点过 核能研究所 是不是跟这个 沙伦绿能科学层 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怎么样分工 你是不是重复的投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个感觉跟 当时一开始提 亚洲戏谷的感觉很像 有点忘记了 前面我们已经有什么资源 就直接说 我画这个地 我到这边盖一个园区 那时候被批评的 我们有特别注意 这个有国家型计划在盘点 我感觉上 我感觉上这个案子 感觉上是为了台南市去量身定做 我对台南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 它高铁前面这一块地 太久都没有开发 荒在那边 所以大家都拼命找题材 把它凑在那边 我觉得感觉上就是这样 你不能 我们这个能源是关系到 2025年 我们台湾人以后的能源跟生活 不是房地产开发 所以他那边要做什么 请他们另外去想 你不能去凑数 这个东西不能去凑数 这个本来就有一个 焦大光电所 已经在那边形成一个 你觉得焦大光电水的能量 会比核能所强吗 不会 所以我们要把它集合起来 那个综合研究所 这个我就提出意见 你如果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始终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地方的 角色定位清楚 或者是程序弄清楚的话 你这个预算不要想过 OK 我们会把这个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听说你们要成立一个 食安的专门的研究单位 是不是 不是 是一个次学门 因为现在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是申科师 蔡市长是吧 是什么内容 它主要是针对食品安全的 风险评估跟监测管控 这方面来做一个 什么叫学科 我不太懂 学科是到什么程度 是 我们在申科师底下 有18个学门 每个学门底下 有1到3个不等的学科 它就在学门底下 但是把这个专家学者 来提供这个 来申请计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同领域 这样子来整体的来处理 一个discipline 是这样子 那我跟你讲 食安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你科技部可以考虑 我记得行政院的 以前那个谁 就是食安办公室的 也讲过 希望我们的食安评估要本土化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要本土化 我希望你在这里的位阶 如果要设的话 你位阶提高一点 不要好像小的研究学们 食品安全是很重要的 是全台湾的人都关心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第一项工作 如果要成立的话 第一项工作 把现在感觉上 即将要开放进口的 日本的核灾的县市的食品 我们拿来自己做研究测试 告诉国人到底可不可以进口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是靠日本单方面 自己提供说 我的检测是合格的 我们这样就要开放 给它进口 怎么可以呢 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检测嘛 对不对 当然要有自己检测 那科技部如果认为食安 是很重要的科技的话 这个就是你们第一件 可以做的大事情 好不好 你这个既然要成立 就认真成立 而且位阶高一点 而且把日本辐射的食品进口 当做第一个任务 谢谢 我们主要是做检测技术 真正去检测还是 卫福部的工作 那技术你要开发 对对对 这个我们也没问题 好 谢谢 谢谢吴委员 谢谢吴委员 谢谢部长 接下来第二位 咨询的委员是 吴思尧 吴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有请我们部长 部长请 又在抓宝了 对 吴委员 又在抓宝了 但是今天抓的宝有点气愤 部长 我在9月份跟您提出 新南向不只要抓对宝 我们要再进化再升级 让它真的成为我们走得出去的一个国家总的新战略 那现在要审预算了 本席当然会就预算反应政策来好好跟您论述 好好跟您抽丝剥茧 我们的宝到底抓不抓得到 还是像这只卡比 卡比兽啊 一溜烟的 跑掉了 你抓不到它 下一页 预算反应政策的力度 9月21号本席 同样的场域 跟您提出 新南向政策 其实各部会都在想方设法要落实这个新政府的新政策 于是落实在预算的编列上 大家都绞尽脑汁 第一名是经济部15.3亿 第二名是教育部编了10亿 而科技部 我当初也给你一个赞哦 你看我当初9月21号就给你一个赞哦 我们拿了第三名很努力勇敢的编列预算 在新南向政策的推动上科技部动起来 可是我觉得我今天真心换绝情 下一页 一样在9月21号 当我们新政府面对在野党的立委们 质疑说新南向就是新南向 很难走出去的新南向 他们批评我们是新瓶庄舅舅 本席在这个场域大力的替你辩护 我替你们整理出来 新南向11项的延续性政策 好的政策要延续好的酒留下来 更何况在延续性计划我们还增加了将近5000万 下一页 也是9月21号 我也替你们辩护了 新瓶庄的是新酒啊 我们的新南向的新增计划有10项 4.48亿 远远大于延续性计划的规模 所以真的一定走得出去信 国人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持 我真的要再说 真心幻觉情耶部长 你要让我听你落心嘛 不是让我万谈暗中人啊 谢谢谢谢 下一页 10月底关键的10月底 你们还是盘整了新南向7.48亿 你们斩钉截铁 7.48亿科技部努力 而当中就有要去争取旗舰计划 我们编列了3.25亿是吧 下一页 言犹在耳啊 山盟海市 结果 关键的10月底 我们科技汇报 最后你也是insider 我们的新南向 马上就减了40% 从当初你山盟海市的7.48亿 到现在只剩下4.55亿 我的数字都正确吧 部长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你有没有当初画了什么大饼 今天我们只剩下血血可以吃 你说明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OK这个 就是有关那个太平岛的计划 因为在审议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个名字太敏感了 是政治的因素吗 不不就是太敏感 但是我们在 我们认为那个名字 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是不个好 所以我们会用其他的机会 像我们现在还有东沙研究战 东沙国际 我们把它扩充 还要配合我们国安局 国安还有国防部的这个 来部长下一页 所以你就自己打脸自己了 我们不要那么跳跃 不要直接跳到太平岛的政治问题 我们先看缩水的新南向 在科技部的预算编列上 当初你告诉全部的教育委员会 7.48亿 你们会竭尽一切的努力 去跟93.1亿的创新旗舰计划 去努力争取 而我们要争取的就是 当中很大的建制这个南海的研究中心 没有错 GET GO被砍了2.93亿 也就是您刚刚在解释的 我们科技部去申请创新产业旗舰计划的补助 申请未如预期 当中南海国际科学研究站的建制计划 2.5亿被砍到一毛不胜 还有一个农业生技前瞻研究计划 3000万也只剩200万 还有一项衣材产品南向拓展的行销计划 4500万也被砍成剩下3000万 总的来讲 我们去向旗舰计划93.1亿的这个大饼大资源 去努力争取的结果我们断雨而归 我们只达到预期目标的10% 我们在这个93.1亿的资源大争夺的产业计划的里头 科技部您率领的大军 我们被砍了9成 然后您现在说 好让您说一下怎么替代呢 我们的南海国际科学研究站 有关于这么重要的水文调查 环境调查灾防的合作 有关这么多的气象 所有专业的 我们要以我们的灾防专业来新南向 你告诉我怎么办 你太平岛不能做了 就去做用东沙的来支援太平岛是吗 不是我们说 当然东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嘛 对不对 所以以东沙这个经营的经验 我来经营那个 现在所谓的太平岛 那这个太平岛的这个经营 比如说我们要放一个气象雷达 这个也是要跟着国防部 跟国安局的政策的进程 我们才能布建 不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布建 部长 你今天站在这里 你的心情应该跟我一样 你应该也觉得很遗憾 因为当初我们规划了 很好的政策远景 而预算就是留不下来 你现在在解释的是 预算被砍了9成之后 我们的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如何的用现有的仅有的资源 来扩充 来补强 来补破榜嘛 你先回答我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93.1亿 我们这个部分被砍了9成 你个人 你觉得怎么样 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争取不力 还是你觉得 你就黯然接受 也不是黯然接受 我们还是持续努力嘛 因为委员委 可以给你稍微说明一下 那个旗舰计划 虽然我们也是最后政策的核定 它是申请了253亿 最后只过了93.1 所以 下了46项 成功率35.9 但是本席是非常不能接受被砍的 失败的断语而归的就是新南向 这个我们 我非常难以接受 对我说真心幻觉情啊 我当初在这里替你大力辩护 我爱不着人的 新南向对我们科技部来讲 我们还是会 也成立了新南的核心小组 未来怎么办 那今年的预算是这样 那你明年度 你是不是就回到 如果我们当初认为的 南海国际研究中心 是这么重要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要回到 我们自己的主管预算来编列 我们努力 努力 就应该这样做 这才是播话吧 要不然就 显示了你当初 只是话大饼 当初只是说好听话 我不接受这样 我也不相信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好下一页 消风的新增计划 刚刚是新南向 在旗舰计划里头断语而归 而我当初也大力替你们辩护了 我们有十项的新增计划 跟有别于旧政府的新南向 我们有新作为 可是在新增计划里头 我们也是被减了2.73亿 换言之 现在由科技部主导的 新南向的 所有的预算编列里头 确实呈现了 延续性计划6成1 而新增计划只剩下3成9 这是因为我们预算被砍了的结果 我在这里做提醒 当然我也相信 这是你不乐见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向社会说明 新政府的新南向 跟过去的旧政府不一样 我们以人为本 我们不是只做产业 我们做很多的基础科研 包括中研院 我前几天咨询他 他们有非常多的人才培育的计划 跟东协国家建制的国际机构的合作 包括所有的研究生来台的博士研究 他们现在要延伸到博士后研究 那我们就应该彰显我们的新的 all new project 明年度这个部分是不是就补强 要不然现在确实人家说你新瓶装救酒 我也很难替你辩护了 有些委员指教 其实我们新南向政策层面很广 那我们科技部还有 还有我们学术师很多计划 那个人才培育 这个方面是可以继续做的 包括我们自然是有关东沙 或是大基的研究 确实今年我看到 你们很多新增计划 是在人才培育是非常好 但是就要更勇敢更积极 更应该去在这个部分取得资源 而不是像当初画大饼7.48亿 我真的觉得我被你骗了 主要还是这个 好 关话吧 我看到最后一页 所以部长 我的要求很清楚 有鉴于近年度的新南向政策的预算 并没有被纳入我们的产业创新旗舰计划 所以未来 我们的南海国际科学研究站的建制计划 就应该纳入我们的年度的预算 然后你要进行补救的措施 包括这个年度我们怎么来做 明年度的新计划怎么启动 不要再把这些大的事情 永远是去把希望放在去争取那种竞争型的计划 我觉得那个很unstable 拜托 因为新南向这么重要 我们跟南海的合作这么重要 第二点 最后一项 新南向政策的预算编列及执行 这是立法院的预算中心给的建议 我们应该订定具体的直化量化的指标 以利于我们未来做政策 评估推动的一个后续追踪 目前第一年开始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但未来我们不能只是空口白化 不能再只是纸上作业 具体的量化指标 在明年度的预算 我们会这样更严格的来监督 谢谢谢谢 拜托 你已经伤害我一次 欺骗国人一次 该补强就补强 新南向真的不能只化大饼 我们真的就是具体的全力去做 这个其中过程里面 我们在跟吴委员包括我们这个作为 拜托请抓对保 你的保已经跑了 赶快去抓回来 谢谢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部长要抓保 要请叫吴委员 OK 谢谢 那接下来咨询是我们柯智恩柯委员 是 我们请部长 部长好 柯委员长 我想你所率领的团队 但是我们整个行政内阁当中 这个知识水平最高的 我先请问一下 在场的所有的这些同仁 在过去就是我们所称的国科会 拿过国科会补助的请举手一下 包括我自己 部长你要举手 你怎么可能没有 对不对 你看吧 几乎每一个人都拿过这个部分 好了 为什么要 我要特别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科技部 就是过去的国科会 补助的所有我们的研究的部分 大概一年有200多亿 那最近呢 我们所爆发的郭明良 郭教授 他的这个事件当中呢 他从98年到105年 他申请我们科技部的研究计划 非常了不起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然后呢 在这个生物处当处长的时候呢 就高达两千多万 那我想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呢 他展现了非常高度的一个道德水平 然后就辞职 我想这应该是说 历年来最快 最明确的一个 一个做法 有没有明确我保留 但是我这边要特别问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呢 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 曾经牵涉到其中的一个共同作者 就是我们的台大的杨校长 那这个部分呢 台大目前为止呢 已经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的研究嘛 没有错嘛 部长 对 调查文会 已经在做一个调查了嘛 那我们这边就要问嘛 昨天他的主命特别提到了 针对这个所谓挂名的这个部分里面呢 如果发生事情的话呢 其实要用比例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部长你曾经也挂名过嘛 也被别人挂过嘛 对不对 其实挂名这个名字不好 应该说共同作者啦 共同作者有没有共同 各位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如果说七个共同作者 每个人的比例分担是多少 我也挂过 我也被别人挂过 我们都很清楚啦 所以我说比较好的名字叫做共同作者 共同作者要按照他的那个比例 来做责任上的分配吗 你自己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科技部其实在这个 学术伦理这个要点里面 其实也有讲共同作者的 要哪一种条件才能当共同作者 比如说你 那好啦 那就是问你出来 那共同作者要负什么责任 其实我们也有规范 有吗 那共同作者 蒋伟林他也是共同作者 他的下场就是下台呢 你的共同作者也需要到下台程度吗 蒋伟林部长啊 他也是共同作者啊 每个案子的情形不太一样 所以嘛 标准在哪里嘛 标准在哪里嘛 所以就是个案去看嘛 对 所以他的案子里面 他需要下台是吗 他那个案子我没有处理 我不知道 那谁处理 应该还有人在这个地方 好我只是要凸显一件 他下台是他自己下台 并不是科技部要求他下台 当然是啊 所以嘛 这个当然有一个社会的氛围在嘛 所以我今天只问你 这个所谓的比例原则的一个标准啊 当初其实科技部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没有特别站出来 为这个所谓的学者来做一个 我特别要提出来第二页里面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部一年花了200多亿 但是呢 我们有非常多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个部分啊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从100年到104年 违反学术伦理员有73件 补助的金额呢 是一亿两千多万 但是呢 因为他如果违反学术的部分啊 我们要追回嘛 我们追回只有163万 所以大家打压这个部分只有1.3%而已 1.3%而已哦 那基本上你补助了他 他违反的学术伦理 可能在很多国际期刊上面 反而让台湾的国际的学术上面 得到这个生育上 遭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 只有1.3%的部分 这是科技部的立场吗 那个 我们其实非常不乐见这个 我们都不乐见啊 对这个对不只是个人 还有那个执行的学校像台大这样 那对全国的那个学术声望 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了 所以发生这种事情 这对我们来讲是 对学界来讲是非常通心 所以造成非常大的关心 跟这个争议 我想是一定会有的了 但是每一个情形 个案都不太一样 像上个次 我了解 我想只问你说 我们到时候追回的部分里面 只有在你整个补助的1.3% 科技部在这方面 有没有更积极的做法 因为他只追回这个研究 主导者的 他这个研究的人力经费 对于其他的额外相关的 包括器材 什么费用都没有 就是未来也还是如此吗 那我们最近又看了国际规格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学术伦理的这个问题 一直是在演化之中 因为科技一直发展 用不同的工具 网络一直发展 没关系 我还要问其他你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 这些问题 我们也一直在改善 我们这个办法 一直在修定我们的办法 所以你们现在办法是怎样 修了办法 那个追回的那个项目 我们可能还要再检讨 因为以往追回的方式主要是 没有错 我只是告诉各位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也不敢讲太多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会来回到学术 我会踩到什么样的红线 所以这句话都不要讲太满 各位 这都老的好 都不敢讲太满 但是我只是强调说 这个部分 科技部应该有更积极的 一种做法 特别是每一次的事件爆发 都是从国外的网站 国外的这种部分 回过来 我们才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我想我们在给钱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整个监督品馆的机制上面 科技部其实应该可以琢磨更多 这是我所要凸显的 但是我没有因此说要谁下台 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我只要提出来 我要提出来 因为大家都是在学界工作 大家都要各自留一个后路 各位 但是这样的一个基础点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还是要非常的注意 我像下面要特别提到 有关于你们的预算经费当中 我上次特别问到的93.1 有关于你们创新旗舰的 这样一个计划 目前的这些计划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还要请教 这里面有很多很吊诡的地方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这里面有关于行政院科技汇报 还有这个所谓的科发组织 共同建构的这93.1亿 但是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科技汇报 竟然有7亿 里面有包含它的7亿在里面 你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到 你是右手审 左手拿钱 这个感觉很奇怪 里面竟然有7亿是来自我们的科技 来自我们的科技汇报的办公室 这怎么解释 其实来自这个地方 这是来自你们这个组织 我特别再要再问一个 因为时间关系你可以统一来做一个回应 那这里面呢 特别有一亿元是来做一科研计划专案管理机制 用一亿元 你这个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现在 现在你的整个的科研计划管考是1.0 你要花了一亿 你可以把这个管考计划变成2.0 所以你花一亿在这个机会里面去自己去省自己的预算 自己省自己的绩效 还要花我一亿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合理吗 不不现在是这样 大家都对我们这个科技 科技预算怎么编练 还有管考 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想法嘛 想法嘛对 希望这样你不要只有两块而已 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我们试着要用 这个因为这个是大部分都大型计划 试着要引进所谓打爬的这个这个精神 还要用一亿啊 好了 那我告诉你啊 你都还没有开始做 我给你看到下面一个一个部分 在你这边里面当中 你说好了这个所谓新的管考的模式呢 你给我的看出来这个台湾光子元绿能生衣旗舰计划 我随便举一个来说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计划 我只是随便举几个计划来说 你的指标全部都还在量化 你是告诉我 就是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部分 很多的指标还是量化 所以你是告诉我 你没有这个一亿 一亿没有进来都还是给我这种量化 甚至还有很多是空白 这怎么解释 不是不是 这个是要做一个系统 我了解 我是说你没有一亿 你就还是你没有一亿 你就是给我这种计划 有一亿才会变成一个好的管考计划 你现在有这种想法 你就应该反映在你今年所提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 介绍了这个管和 这是我强调的重点 今年是要做那个系统 做那个管考系统 所以你就可以放任它变成 你给我们这东西 就可以放任它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空白的 我们只有挑一两个计划来实施 先做一个系统 那挑一两个计划来真正来实施 我跟这个部长是不是有沟通上的部分 我只是告诉你 就是说你应该给我们 在这次举出来 应该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质量化 你不能只靠那一亿 就就可以重新翻盘 起码这个要表示诚意 诚意好不好 刚刚吴思耀书 你对他是真清幻绝情 我是觉得你对我根本 连最基本的诚意都没有 部长 我跟他有层次上的差别 你对我更不好 连个诚意都没有 我怎么给你钱啊 不是 我刚才要讲说 现在这个管考系统 是要做一个新的管考系统 我知道 但是先把旧的诚意先表现出来 我才会有机会给你一个新的 这个部分 你跟我一直要钱 可是新的都没有表现太多啊 但是我们新的系统还没做完 做好以前 旧的系统 我们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嘛 那就不对 我们之后要做一两个 新的系统 append到一两个 这个就是不对 好 还有我告诉你 我还是我只是词不上 我会严格来看这个部分 还有我刚刚所提到的嘛 光子 台湾光子原律能生计计划当中 你的106的公务预算的补助 就有三亿多 这几乎是占你所谓 公务预算的七成 七成我们花七成的东西 来买这个这么贵的仪器 这只是因为要让它变成 一个最亮的光点嘛 这种感觉 因为你花了七成在买仪器 所以让我感觉说 好像你好像花了500 花了钱买了500架战机 可是你不知道 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飞行员 有需要花到七成的预算 来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请这个 可以 可以 很快时间 好 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台湾光子原 其实是大型的公共设施 给全国的科学家使用 那这些设施都是公共的设施 那我们这光子原的光束线建造 的确是花费经费都是两三亿 我只是说这个部会应该照年度采购的方式 应该它马上就占了你的公务费用的七成以上 这个费用其实比率很高 我只是提出这一点出来 还有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想只是提醒部长 最后还有很多 有关你旗舰计划里面 我本来还要再问 你到底有多少的经费是来自于民间 因为你的六大条件当中 有一块是说希望民间能够加入 我本来想要问你说民间到底有多少 它的所出的预算是高于政府的预算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也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是你的条件之一 总而言之 很多其他的有关预算上的问题 我们等到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 一一来救救各位 但是我还是非常强调 你要给钱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所谓的 基效上的评估的东西 不能等那个一亿出来 你才告诉我 你才有办法做一个 我们疫情目标里面 一定有那个引发的这个 那个民间投资 还有民间消息 一定会有 基本上像科技预算 我们政府出了一千亿 民间是有三千多亿的 所以整体科技预算是有四千多亿 谢谢 谢谢 谢谢科委员 谢谢部长 那接下来咨询的是苏巧慧委员 主席我们请部长 我刚刚看部长很干脆 连落座都可以节省时间了 部长也知道我们要问你啦 那部长好 部长其实在一开始我觉得 还是必须要称赞一下科技部 我觉得科技部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从部长上任到现在 我感觉真的是每次说什么 包括您的从施政报告 从您的这个种种的书面等等 真的有说就有改啦 所以我觉得是可期待啊 谢谢主席 好 可是正因为可期待 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好好地讨论 看你下次可不可以改更多 首先哦 是这个今天科技部的预算重点 当然是在这个创新产业的旗舰计划 这是193亿里面 这是你今年预算的重中之重 量中之量 那这93亿的预算 重点就是要落实 我们新政府的五大创新产业 对吧 对 对嘛 是要来落实这个 好 可是我们现在看看 真正编出来了 这已经不是五大创新产业 是您刚刚说的 五加二加二了 所以回过头来来检视 这个五大创新产业 它真正占了多少 五大创新 其实只占了不到六成 只占了六成61.22只剩下57亿了 部长 用这个57亿真的就能够带动五大创新产业了吗 我们的政府的施政方向改变了吗 因为你现在最重的这个93亿里面 现在占预算最高的已经不是刚刚那个五大了 是你现在的数位经济了耶 改变了吗 OK 其实 这个都是跨部会 跨领域的啦 可是这93亿是编在你里面的喔 没错 其实那个书委员跟你讲 假如说我们认证那些盘点的话 我们科技预算1000多亿里面啦 我们这个五大创新产业有所谓的基盘计划 有所谓的协同计划 有所谓的旗舰计划 这个加起来大概是400多亿的 这个是我们也知道政府 我连我现在都开始理解了啦 政府编预算能够这样算算算到1000亿 就是说啊我这个有相关 那个有相关 其实都是原来的啦 只要沾上一点编的 我就现在把它算有相关 所以只有这93亿是真正拿出新的钱来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 也不是拿出新的钱 真正用落实在这个事情上面 这个是挤出来的钱喔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这么严格认真的来审核这件事情嘛 所以第一个我问你方向 就是既然政府要落实这五大创新产业 那你觉得用这样57亿就够了吗 97 五大的话只剩下57了喔 那我刚才讲这个像数位经济17亿 对不对 那也是加2加2了 对 也是帮忙这个很多里面凑出来的 所以喔 所以部长 其实我今天喔 就这个开始喔 是 我觉得这个要推动五大创新产业 我们由科技部来主折这93亿喔 其实是对你是一个很重要 很沉重的担子啦 但是落在你身上了 我其实是希望科技 行政院这边能够给你更多的预算 因为将来既然要求绩效是要由你来产生 坦白讲 我的态度是 93亿不够啦 93亿不够啦 对 没错 真的要推动所谓的创新产业 93亿哪里够 对不对 我们曾经想过是要 另外一注100亿 而不是从里面几注100亿 那你明年有信心可以增加更多预算吗 我努力嘛 努力不够 因为今年是 部长你在这里如果展现决心 我们明年就帮助你争取更多啊 因为行政院今年的这个大政策 就希望是不增加 不扩增预算 好啦 听起来你也是觉得这不够啦 对不对 不够嘛 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要有更多的落实在这里啦 这是第一项态度的问题 第二 既然我们有93亿 我们还是好好的来看一下 这怎么编的 在这里面我倒是看到了不少的问题 我希望在真正省预算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更多具体的资料 第一个 我们这个93亿这些计划里面 它分46项 可是我们来一一检视 这些计划的主持人 也就是主要的职长负责人 我们发现很多的计划 都是同一个人在负责主持 这样算起来 一个人身兼两个计划以上的 就高达了七位 在46项计划里面 有七位的计划主持人 是同时身兼两项以上的计划 更不要说我们看到有六位 这个身兼多值的 六位是司长 甚至五位是科技部的司长 有一位我们的廖婉军 廖司长 他甚至一个人就主导了四种类别的计划 我实在是觉得 廖司长非常的了不起 一个人就可以主导四大类别 部长 廖司长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 这一次只有部份可以提计划 不是个人提计划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挂名吗 你刚刚说挂名不太好 他是科技部的工程师 要负责推动这个计划 那所以司长很重要了 到时候所有的空中都要他负责 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司负责 不是他一个负责 可是他挂计划组织人 就是他带领整个司要负责 好啦我是在这边 第一提供部长这边参考 你这样的工作执长分配 一个人要身兼多职 会不会有利有未贷的部分 尤其司长大家都业务繁多 你这样的工作分配是适合的吗 这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 其实你这个计划案里面 我时间不多啦 司长慢慢再讨论 我们还有省预算的时候 再来我们来看计划案的部分 司长我刚刚是说你很厉害啊 你不用解释了 对 再来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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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这个预算的计划案里面 坦白讲我觉得科技部算是写的好的 坦白讲科技部算是写的好的 可是 可是还有更多的计划 它根本就只有匡列预算 它没有细目啊 研究人员也没有编列在里面 部长因为我时间不多 无法一一举例 我希望在真正审预算之前 大家可以 部内同仁可以再去 把具体的资料检视出来 这有太多的计划 其实项目完全不清楚 我没有办法监督审核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除了这个计划不够详实之外 另外还有发现 您虽然用很多的专家 来精心审出了这46个计划 可是有相当多的计划 是开放型的计划 也就是等同于 科技部把这个计划 交出去各部会以后 他要做什么 这个内容到现在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我怎么能够同意 这个计划是要这样做呢 所以从你自己的戏目有没有编好 是只有匡列预算 还是这个戏目能够向科技部 我再次说科技部写得不错 是不是能够像您这样子 巨细迷移的罗列出来 我们才有审核的部分 第二开放型的部分计划 是不是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资料 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得到的状况 因为我们会责成这个各部会 有参与这个执行计划的各部会 应该如这个书委员讲的 应该是要更细一点 那这样子两个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是到了预算重头戏的部分 那好 那我现在除了旗舰计划之外 我另外要就您的这份报告里面 你的第六项重点 这个深化科技与人文互动这部分 再就教于您 因为这里面也每一项 都是有预算的编列 您在这里面 你特别列出了五项 从这个国网中心 协助国内电影动画产业的特效模拟 到第三项 有原住民科学教育计划 这些等等 甚至到第五项 你说我们这个科普计划办得很好 有科普活动科技大官员 网站科学回廊等等 部长 这个就是 我觉得您更可以直接 不用任何改变 你的下指令就可以改变了 部长 这文字都很漂亮 但就我的认知 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说 第一 国网中心 到现在提供所谓这个业界 这边特效模拟来使用的 依然是最旧的机器 第二 你这个原住民教育计划 对 这是一个好计划 我绝对赞成科技部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但 你做出来的教材 您知道吗 这个教材现在没有办法进入学校 为什么 因为它跟教育部横向联系没有做好 你做出来的东西等于没有用嘛 你这么好的计划也花了钱做下去 可是你有跨部会联系吗 没有 好第三个 你说这个科普教育 我刚刚在看您的书面报告 我觉得这次 我刚刚称赞大家书面报告写得不错 但这个写得不错也是要看得懂的话也是看得出来 你刚从按赞次数现在变成浏览人次 然后你说你有156万人次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惊人 105年科技大官员这个Facebook的网站 有156万人次的浏览量 很棒吧 部长你觉得这个数字棒不棒 还不错 部长 我告诉你 我是立法委员 每个人也都有粉丝业 我是中断班的 你刚刚说156万不错 您知道我的浏览数是多少吗 我是中断班哦 我有1100万 那你觉得156万我怎么会接受呢 那你要不要再回过头去看他真正的 你把手机拿出来就好了 每一则贴文的按赞率 不到10啦 1或2啦 再来 你那个科技大官员的网站 不知道您真的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看的话 他有网站 但他不是手机版 这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预算如果要过的话 就真的是如同上次科委委员说的 你手机让我看得到网站 这个预算再过 好 可是更回推到上面 部长 我觉得 国家预算真的有限 科技部要做科普的推广 真的是 做这一件事情吗 真的是把我们的预算 分得细细小小的去做这些 不是我们是专业的事情吗 还是我们要跟真正的专家合作 我们把预算集合起来 放在真正的专家 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这才是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方向 以往也是这样做的啦 那我不晓晓这个 这个我们会 我觉得部长我再次说啦 我回过头来 一开始我就说了 跟你讲的都有用啦 以前我没有给专家一起来合作这个事情 所以这几个 我觉得都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啦 部长我们再讨论啦 您问是市长 那个你 你是不是讲了 那个大蒜图的问题是不是 第一个问题 要看招伟 还是我们另外 你私底下再跟苏委员解释好不好 给他30秒打一下那个 大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已经启动 我们新的PETA机器的采购 应该明年就会采购完成 后年年中就可以提供 大概 要到后年年中喔 因为采购要有流程 他没办法买马上进来 那不就幸好我有提出 还有到后年 那我严格监督啊 OK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苏委员 谢谢部长 上次我们考察有去看了一下啦 对 是 谢谢啊 今天是我的错啦 时间这么短 对不起各位委员 刚刚好 谢谢 那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 张廖万坚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部长好不好 来 来 姚部长请 来 部长好 我想我先问一个延续性的问题 我本席上任之后 从这个三月开始 非常重视我们之前那个校园地震的预警系统 那个国政中心主任有没有来 我知道那时候的前朝的部长 有承诺说 包括我们科技部跟这个 教育部 对 他们都认为因为2月6号台南发生大地震 那我们921之后 我们的校园里面有相当多 这个阵度啊 其实是危险的学校 目前教育部也在改建中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决议 希望在明年底之前 加紧 这钱不多啊 加紧建制 然后如果万一 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 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 能够减少伤亡 那本席也在6月29号 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 部长我也跟你问过 对 我说明年底 能够来完成校园地震预警系统的这个 建制 建制啊 有没有把握 你说你要努力看看 你到底努力了多少 为什么我去问了结果 都没有编预算 教育部听说后来 你们上个礼拜 跟他开完会之后 才编一个五千万 距离两亿八千万 才能够全部 百分之百建制完 你连预算都没有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啊 请那个国政策号来 时间有限 你赶快回答我 明年底能不能完成 明年底我们会完成高震损部分 什么叫高震损 变成你要全国 34444所能够全部完成 现在变成高震损 是多少 高震损系统站 会有398站 368站 398站 预算多少 预算明年有五千万 五千万是教育部 跟上个礼拜开会的结果吗 是是 那你明年底要全面建制完成 就是跳票了吗 那因为 他这个要完成 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 然后地方政府的配合 你们我们 我当然也知道啊 6月29号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也提案 当时也通过说 你们要跟教育部 要协调教育部跟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来努力 请问你们协调了没有 那现在的协调结果就是 107年跟108年 你们有找地方政府吗 地方政府的部分就是 教育部要全部承担 你知道教育部有没有做 教育部要把它编到107跟108 所以到108年就会全部完成 所以你们就在托吗 就在托吗 我觉得你这个 这个哦 在立法院 我们做的决议 当然建议性子 希望你们能够 明年底完成 你们也曾经承诺 就现在 明年就编一个五千万 然后 这个要到107 108 我真的是不愿意去讲说 如果发生什么状况 谁要负责 那如果说我们的配合 其实是有配套的 我们校园里面 因为921之后 他当时没有请建造的 那些危险教室 要完成改建也要到107年 所以我们才要求说 明年底之前是不是 预算才2亿8 你现在明年只编了一个五千万 然后呢 到目前我跟你们查 你们的建制率 才达到11点 到8月底为止 才完成了398所 3444所里面呢 国中小 你们完成了11点56%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真的是藐视 藐视 刚才吴委员说 他不爱你了 我现在痛恨你们这种态度 非常痛恨 这边一算是应该教育部 我知道 我也会问教育部 当时在立法院做这样的建议 你们为什么 都可以说 我们来努力 我们来努力 你们努力了什么 努力的挤了一个五千万出来 在新创 这些 真的 中小学生 如果万一遇到地震的话 这些人命真的不值钱 只值五千万 两亿八千万 变利五千万 两亿八千万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不管是科技部分摊多少 教育部分摊多少 为什么增加那么多预算 那你没有办法去协调完成 那你现在跟我讲 你这样子叫我怎么省预算 好 下一题 我想这个 我本席严重表示抗议 再过来 我想刚才也有委员提到那个学术论理的问题 那当然我的这个资料里面 我也是非常痛心 我们排到最高的学府 也是拿全国最多学术研究的 一年就发生两起 那我刚才对部长的回答不是很满意 就是说我们 之前讲的都不要讲了 我们过去发生了七十几件 你刚才也跟科委员讲说 我们其实 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些研究补助案 其实32件里面 一共有32件有涉及到补助 100年到104年 对不对 那一亿多的补 一亿两千万的补助呢 只追回来165万 只追回来1.3% 那其实我比较在乎的是 我们从 我曾经问你 就是说从104年到105年 10月我们处理学术伦理的案件的相关资料 你跟我们说 这个一共有23件 那其中有一项叫 依职权主动发现的有7件 那检举的有16件 换句话说 差不多三成左右呢 是你们的机制里面去发现的 到现在有22件 有益处的22件 那你们每年补助了这么多钱 那么多相关的研究 他发表了很多 学术期刊的论文 那我们的房子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只能主动发现7件 那还有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这些违反学术伦理的案件会不会成熟不穷 这个违反学术伦理案件 其实非常困难去主动发掘 你们就只当圣诞老公公来申请 我就给你钱 那你后来研究的结果 发表的文章 到底有没有被剽窃被用 或者被乱发表 学术论文 学界的自律还是最重要 学界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勉励 那当然也是互相的挑剔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就是要讨论 那我们现在 其实有在拟定要改我们办法 主要是要克责 克责那个研究单位 让研究单位 譬如大学或学员单位 他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控管机制 我只问部长一句话 我们对于这些违反学术伦理的案件 我们补助的一亿多 我们只追回来百分之一点多 165万 可是让台湾的学术界 在国际上的蒙羞 损失的是165万而已吗 是我们追回来的165万吗 当然不是啦 不是 那这些是谁在承担 我们的现在的处理的机制 我们处理违反学术伦理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到底你靠自律 显然自律也出了 就是你如果说 这个处分是这样子 我们违反学术伦理的处分 其实就是媒体报 刚刚举取轻轻放下 然后呢 能够追回来的160几万 也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违反学术伦理的案件的处置 除了钱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声誉 假如说某一个学者 他要是经过这个学术伦理的案件 他一辈子就没有啦 他那个比那个 我们说追回多少钱还更严重 但是我们在省预算 我们是帮老百姓在 所以我要看看哪一个是有效吧 其实真正处理它本身是更有效 比追回这个钱还更有效 而且追回那个金位 有些已经发消息给学生用了 你要把它追回是很不容易的啦 是不容易啦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防止 我觉得这个 防止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台大现在是最高的学府 结果在重要的国际学术旗刊里面 被这样子的来指责 台大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智力措施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新定一个办法 不用花朴时间了 希望那个办法有对那个科者 我们的这个新创产业是93.1亿 我们从5加2又加加2 刚才那个 那个加2是 那个加2是我们自己分类出来 并不是另外一个 5加2加2不是的 那你们跟我们讲这5加2加2吗 没有就是5加2而已啦 那后面因为数位 因为数位国家那个是 支撑所有的 所以我们把它分出来 把它提出来 张忠谋有提到啦 他说你们要创新产业 那个新创产业里面 你们要这个五大创新产业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93.1亿里面 不要只顾新的 没有顾到旧的 那你对他的话 那个时候我有去跟他们这个 比如半导体学会啊 或者他们年会 我也去报告了 其实虽然这个半导体ICT 是我们国内 比如十年来最重要的产业 也是我们优势产业吧 虽然不在5加2里面 但是这5加2里面 你说智慧绩 的确要用非常多的sensor 都是半导体 所以这5加2产业 推动的时候 其实会对我们 我们过去政府所鼓励的 目前已经有优势的产业 对 要继续发展 也会带动啦 会带动 虽然名称不在上 像ICT啊 或是这个物联网 都是ICT的产业嘛 所以我们这个把它做好的话 其实还是会带动我们ICT的成长 对我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新创 这个新的鼓励的那个 创新的产业 期间计划里面 其实申请有74件嘛 对通过了两百 总共的经费到259亿 那通过的只有46件 93亿 那其中我比较关心的是 我们的核准率 平均都要三成以上 但是呢 有这个产学合作类的 核准的比例跟经费 却非常的少 提出的申请呢 有109亿 那只核准了30亿 核准率只有28.3 那通常 像以台中 台中是智慧机械员 要全力来打造相关的产业 那其实跟地方的产学合作 就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产业的发展 因为产学合作 对地方的发展 也有帮忙 对 那个科技部 那个教育部有一个15亿 就是产学院链接 那个是没有 你在计划里面看不到 看不到的 还有15亿在做产学院链接 我想这个对地方的帮忙 才是实质的 所以我想在 我们的这个产业创新的 旗舰计划里面 其实不应该 这个核准率这么偏低 你说教育部 我们家就比较少 你本来就是整个在推动 这些旗舰计划 教育部会推动在五大新型产业里面 产学院链接 每一个都3亿 所以15亿 对啊 我想刚才跟你问了那几点 尤其是那个 校园地震预计系统 你们要继续追啊 我29号2030号 全部在科技部也在教育部 做这个附带决议 我不是只有你们 你们到上个礼拜才开会 预算主要还是教育部编 跟地方编 我在问了之后 你们才发现说 没有编任何预算 也没有 这个计划也没有任何下文 反正计划到明年8月 才完成才完成23点多趴 结果你们上个礼拜开会 诶 五千万 然后要做白做 我想这个哦 我会继续追啊 这个会变成我在 审查你们预算很重要的 这个的依据啊 谢谢 好 这个对于校园的地震预警系统 我们是全力支持啦 那请科技部 再跟教育部好好的演你 增加经费好不好 那接下来是 中嘉宾委员咨询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 还有工作伙伴 媒体技术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早 那有请部长 请杨部长 部长请 部长早 部长请看一下 这个人造卫星跟石斑鱼 你认为哪一个是高科技 刚刚主席讲了 两个都算高科技吧 有很多部分都是高科技 很多部分都高科技 所以这两个都有可能 科技部鼓励嘛 对 做科技的研发嘛 好 那我告诉你 没有错 其实呢 在科技部的前身 国科会呢 曾经有一个东南亚食安计划 它是呢 在102年 103年 通过对东协的国家 进行食品安全 和健康危害认知的培训 它的目的呢 是让我国的技砖高校 去做承接这个计划 然后呢 将这东协国家的相关官员 找来台湾 包括呢 像食品或水产品 它的药碱残留 把这些规范订定出来 这样的一个培训呢 其实是将台湾比较 相对进步的食品安全管制的制度啊 让其他东协国家可以参考 您觉得 当时国科会做这一个 成效怎么样 我们跟这个东南亚国家 这个言训 都一直在做了 这个计划我倒是不是很 对 因为很久了嘛 三四年前了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 我们业界的感受怎么样 目前呢 我们在石斑鱼的养殖上 我举例 过去以我屏东 我故乡屏东来说 石斑鱼是养殖大宗 但是自从石斑鱼的养殖技术啊 对岸 copy过去之后呢 他们在海南岛大量的繁殖 他们成本比较低 但是呢 他们很多用药物控制 在台湾我们的农民啊 我们的渔民 我们告诉他 你必须透过未来高规格 包括欧盟日本的食品安全 进口的规范 所以药碱残留呢 不能验出孔雀石虑 我们的农民也达到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相对的 我们的水产品呢 因为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成本较高 因此我们要去 消费市场上啊 高端的市场 欧盟的 美国的 日本的 我们可以去 但是如果倒是低阶市场的话呢 我们成本较高 打不过海南岛 打不过中国对岸 他们大量 不受到药品管制的 这些养殖业者 所以呢 一旦其他的国家 这里的低阶市场 不要小看东南亚国家 目前呢 在曼谷啊 或者越南呢 他们人均所得 两千五千 一直在往上跑 未来他们一定会消费 高阶的水产品 如果这时候提前的协助他们国家 也建立跟台湾 建立跟欧盟 美国 日本一样 严格的食品安全 把关制度的话 对本国相对 虽然成本高 但是品质优的水产输出 是有帮助的 这您同不同意 我同意 这个台湾跟大陆 那个产品的这个 那个分流 或说我们这个差异法 是一直我们要做的 所以Made in Taiwan 就要是比Made in中国要好 这个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所以 来 部长 您只抓到我话前半段 本来台湾的产品 就是比中国好 对 问题是你好的产品 要人家愿意买 那人家买呢 我们的产品价格比较高 那怎么样 他才愿意 比较高的价格 买你比较好的产品呢 就是他的检验标准也拉高 那如果说今天 我们的整个外销市场上 面对的有高阶市场量很少 但是大部分的低阶市场呢 他不想要求这个检验标准 我们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 所以帮我们的产品 找市场找出路的方式 不只是自己的产品要好 也希望 消费市场的检验标准 要拉高 非常了解了吗 非常好的政策 所以我们目前呢 这个东南亚 这个东协呢 食品安全认证培训的计划 过去102年103年呢 在我们国科会 就是科技部的前身的支持之下呢 有大学承接来办 结果呢 才多少钱你知道吗 才220万哦 一年只花220万哦 做了什么事情 把这些我们外交部 请不来的官员啊 找到我们南台湾 找到我们私立大学 进行啊 那个五天六 六天五夜的培训 那因为很简单嘛 你出了机票钱 出了食数 这些国家 他的官员 也蛮想出国的啊 问题是 他来到台湾 他有学到东西 他了解到这些技术 因此他们回国 帮他们国家建立这种 食品安全检验规范的时候 谁得利 对方国的国民 他们的食品的品质提高了 安全有保障了 他们国家得利 台湾的优质水产品 也得利 所以这是双赢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计划 后来科技部有没有支持 没有 今年没有吧 不是今年没有 去年就没有 104年105年都没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创新的产业计划 我们呢控留93.1亿啊 给这些 各部会提出计划申请 你们说的5加2嘛 对不对 5加2我帮你看了一下 产业创新旗舰计划内容呢 我们的申请数量呢 有这么多 其中第一个那个1啊 我没有写 那个1呢 不在你们的5加2里面 那个叫新南向 我刚刚在讲东协 刚刚前面我们的 吴思耀委员在问 关于新南向政策 科技部 在新南向的部分 你们用了多少的资源 用了多少计划 来鼓励新南向 不是现在因为 大家对这个旗舰计划 这个定义不太一样 好 基本上就是5加2啦 5加2 那其他的都是包在里面啦 对 但是你们的标示当中 属于新南向 在产业创新计划的 剩下有一个案子 对 有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 那我们自己 内部的计划 我们会来 好 会来加强处理调整 所以呢我这里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科技部啦 就是说 其实呢 不要以为只有把人造卫星打到外太空 才叫做高科技 才叫做科技部要支持的 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食品 卫生 安全 减证 台湾过去走过这一路来 我们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也建立了相当好的一个系统跟制度 这样的东西 透过科技部的计划继续支持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技职高效 可以将这样的产能啊 向外输出的 而且帮助我们周边的国家 提高他们的品质 生活品质 也帮助我们的产品找到出路 我们小英总统不是说吗 我们新南向政策 不要再把东协当作工厂 要把他们当作什么 市场 所以这就把人家当作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市场的规范 用我们科技得到的成果输出 所以我希望科技部啊 在未来 你们明年执行这个计划的当中呢 一定要这样认知 刚刚讲的那个计划 有没有可能在明年再得到一个支持 如果有人提出 我们看看跟微服部啊 或是农委会 一起来考量看看 这个 你这个委员这个构想是很好 从后端去看一看 才会促销 自己的前端了 对 所以我要拜托科技部 你们盘点一下过去 包括在国科会时期 类似这种对于新南向政策 市场导向的这些科研计划 有申请过的这些相关的学术机构 或学校 你们应该鼓励他 在你们既有的框架之下 提出来 不然的话明年你的新南向的成果 是交白单的 交零蛋的 好不好 OK 我们看看 跟卫福部跟这个农委会 一起来努力看看 那接下来呢 有限的时间 前面有几位委员问过了 我们的科学诚信的问题 最近发生了 台大生命科学研究学院的一些问题 那科技部做了几个声明 第一个声明 你们说 学术伦理为学术社群 对学术研究行为的自律规范 其基本原则为诚实负责公正 而且呢 只有在此基础 是让学术研究 才能合一有效的进行 并获得社会的信赖与支持 后面这句话 部长您看一下 仔细看 他说 虚意且明显违反科学术社群 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 并严重误导 本部评审对其研究成果之判断 有影响资源分配 公正与效率治愈者 这是科技部的声明 你们做了多少 这个刚才 误导科技部的评审 对他的判断 而且影响资源分配的公正 和效率的 你们怎么处理 就譬如说 他的研究计划里面 一语两吃 或者是说 他研究计划 譬如说 他历史的 他有 我了解 各种样态都有 您比我清楚 你是行家 不是说你是这个 您对于抓毛病是 我是行家 抓币是行家 我不是抓币行家 我是做研究的行家 对 所以您很清楚 对不对 那近五年来 违反学术论理的行为类型 有这么多 你刚刚要讲的 我都帮你整理了 这是我们立法院预算中心 整理的 五年内有73件 83项 85人受到处分 类型已抄袭居多 那么刚刚那件 我就不再去指你们了 你们也在调查了 那再接下来 我们近五年 违反学术论理的处理案件 你们最后结果呢 书面告诫占三成 停止申请 一年到十年 停权的 大概54件占了七成 然后呢 最后啊 追回部分费用 或奖励的呢 32件已补助的 只有五件追回 刚刚 张廖委员在询问的时候 你也提到了 追回很困难 发给助理的怎么收回来 不是叫你跟助理要回来啊 你要给当事人一个惩罚啊 你可以提民事执行啊 强制执行啊 再怎么样要采取行动 不采取行动 只靠严正声明 只靠停止他后续申请计划的权利 当然他的学术声望 那是整个学术界的制裁 但是科技部啊 执行国家预算 在审计的要求上 你们不能没有动作 部长可不可以接受 要求对于追回经费的部分 要加强好不好 这个都有国际的规格的啦 我们就跟着国际规格来走 不是我不是问你国际规格的学术规格 我是问你我们预算执行当中 审计不要求的 我说国际上发生这个学术人员案件 那个追回预算也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这样子是吧 对对对 那您要请给我们报告 我们了解你们是用国际规格的 比如说他买了仪器 就在那个实验室 你怎么去追回这个仪器设备 所以呢我们希望部长 你也是科学的专家 当然不是造假的专家 希望你成为抓毙的高手好不好 我们处理这个 不管是都是国际规格 那最近我们会做一个 比较对于那个学员单位苛责啦 让每一个学员单位 也对自己的研究人员或教授 多一些辅导或是 尤其是那个新的研究生 一定要辅导或是上课嘛 学术论课要上 让大家知道这个厉害关系 不然的话他们就 新进的同仁就容易处罚嘛 好谢谢 好谢谢总委员 谢谢杨部长 那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 许志杰委员 主席大家好 杨部长刚坐下 再麻烦一下 部长请 来许志杰委员早 部长今天这个议题 大家都很夯 大家对我问了 就是 杨判词 论文作假这件事 这个数据大概 部长也看过了 我们这五年内 花了一亿多 追回多少你知道吗 一百多 这个表都一样了 所以这个就 我想 数据你大概知道了 那我想就是说将来 将来到底 部长心里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再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 对那个违反学术伦理的个人 当然已经有非常严谨的这个措施来处理了 那我们现在可能还要增加一个 就是对学员机构 就执行我们科技部预算的机构 要刻意这个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 他有没有制定一个 类似学术伦理的办法 新的规则新的办法 我们现在要修订 让他自己也要对他这个研究人员 提出规范 要是没有提出规范的话 也许我们连那个执行机构 都不给他申请计划了 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会的一些调控 他要是说 那个单位常常发生 类似这个学术伦理案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他的管理费 让他在进会上也受到一些损失 这第一个就是办法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正在修订中 希望年底以前 这个案件一直进行的时候 我们也修订了 年底以前把这个办法修订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钱怎么追 除了要补助之外 放在口袋的钱要追回来是比较容易 但是已经比如说买了材料费 买了仪器 这种追回是比较困难 所以国际上都一样 我们就是这样 国际上 对这个学术 仪器如果属于工的话 那还好啦 就是说他其他的花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一亿两千六百万 这是这五年之内补助出去的 追回来的是一百六十五万 这主要还是这个 他这个主持费或是奖励会 我的意思是说 校长 部长 他这个太悬殊了 那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事情 也只是吵吵嚷嚷就过了 那以后 我们想 第一个要如何杜绝 也就是说 部长应该去定一个新的办法 将来要怎么杜绝 这样子的案子在发生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事情在发生 要怎么样去追回 应该要有的款项 我们補那些钱 哪有一个桌头 顶里面水底 倒不着一千就没了 也没有什么学术的成果 然后表现出来的 又是造假 所以这个钱 照理讲 包括主持费 包括开会的费用等等 就说你除了设备买了 还留在公家之外 那其他花去的 我要你吐出来 谁叫你要造假 没有用刑事案子去处理 都已经很了不得了 学术案件里面不只是造假 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你刚才讲了 抄袭 或是一与两支 或是一搞两头 这个都不一样的 伤害性是不一样大 所以 造假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 造假是最严重的 对对对 会影响 造假 造假 我没有告你伪作文数都很好 对不对 对 造假有可能在科技上 会造成非常大的后遗症 譬如假如说 假如生物人说 没有副作用 你说有 有副作用 说没有 那这个造成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严重的事 严重的应该要追回款项 不能说 你主持会 你都已经开了会了 主持过了 钱花了这个就追不回来 叫你吐出来 这样子有没有道理 这个我们这个 会参照各个国家的做法 我会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就是 部长你在定这个新的办法的时候 要把这个追回款项的办法顺便定起来 也就是说 他如果是一搞两头 或者是造假 或者是其他类似不同的情况 他的严重度不一样 没有错 但是你要根据他的严重度 我要追回的比例也不一样 我应该按一个追回的比例 今天你如果真的是纯性造假的话 你所有的组织 我说除了你买的仪器 是公家的还留在公家 这个虽然这里使用没适当 未来也有机会用到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款项 还是留在公家 其他你给我乱花掉的 我要你赔出来 要你吐出来 我们会考虑 因为比如说有个教授 他发表五篇论文 那只有一篇论文有问题 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比例原则 细节跟比例 部长你们去研究 但是我要的就是说 分明造假的东西 除了仪器设备之外 你主持费用 你其他的开会 你其他的交通费 你都要吐出来 不可能说你花了就算了 你这个造假的东西这么严重 存心不良的东西 还可以让他这样子 偷鸡摸狗就敷衍过去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再考虑 所以希望说部长 在定这个办法的时候 第一个你预计年底前 要定出这个办法嘛 对不对 我们修定一下 对 修定这个办法 第二 追回款项 要定在这里面 比例怎么定 你们去研究 OK 我们考虑 但是要怎么样 追回不应该花的钱 你给我花掉了 我没有给你拖拖了 就算了不起了 一亿万呢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六万 投回来一百六十万 这听起来就是要说 你把我国家质都黑白开嘛 是不是这样子 OK 我们修定办法的时候 一并考虑 对啊所以将来除了补助 科技部不能只当三才同志 我除了补助你之外 你活活化 你用的不对了 我还跟你要回来 不然就法律处理 对不对 怎么可以这样轻轻松松 就放他们这样过来 这样以后每个人 就通通造假就好了 如果万一被抓到 反正也只是 伤害个人名誉是他的事啊 如果他申请很多钱 那我们国家的钱 不是白花了吗 所以这个我们会 对所有执行人员 随时有非常严密的 学术的认定 可以赶快修订的 第二个这个海洋科技中心 三月接牌对不对 接牌之后 现在海洋科学研究专区 还是海洋科学研究专区 到底有进度吗 这个当然有进度 很可惜就是我们因为 海洋5号发生意外 那现在 都卡在那里 那2000对海洋 明年过来后 我们就会 我看海洋研究中心的 那个网站 重要公告 从今年4月到现在 就做4件事情 科学仪器设备 收费标准表 专利权让与公告 海洋5号 船体储游及监测报告 然后海洋科学研究区 海洋环境资源 服务项目收费等等 到底海洋中心现在在做什么 海洋中心当然有他跟学界的一些合作计划 进行 那海洋科技研究现在到底规划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已经搬到七千国中去了 现在有进度吗 我没有看到进度 全部都已经搬过来了 搬到七千国中来了 今年又编两亿多 对不对 那个是要跟高雄市政府 两亿多是一般的业务经费 我们打算五年要编二十亿 那是海洋 跟海洋船有关了 对啊 就是海洋科技园区嘛 对 那高雄要怎么样创造海洋首都 台湾怎么样海洋国家 是不是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应该要当做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当然 所以我们海洋科 海洋还是我们科技部 甚至我们国务园院 非常重要的推动的一个中心 主任现在跟高雄市政府商量好了没 下个礼拜三还要开会 因为那个三公顷里面 1.2公顷是国有地 1.8公顷是高雄市政府的 我跟部长讲一下 重点关键在哪里 海洋中心到底要怎么样 让高雄变成海洋首都 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要怎么推动 市政府本来是想要发展 那附近它是一个热闹的 城市的腹地 它也希望说在那边有所改变 要让高雄更热闹 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它想的跟海洋中心的专业 不见得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高雄市要变成海洋首都 要有那个大的高的格局 海洋中心用这种角度去跟市政府谈 人家会觉得很好啊 你的规划很好 你让我高雄未来很有希望啊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只是在讨论土地的问题啊 那个太狭隘了啦 所以是不是部长跟主任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要怎么样从海洋的角度 从你们的专业的角度 要带领高雄变成海洋首都的角度 你要公开给人吸引人啊 感觉你们这家庭的很好啊 我们高雄市没做不可以 我组对配合的嘛 怎么可能不配合呢 我们再把那个计划都好好的再提 对就是这个理想不够嘛 格局不够嘛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和我说土地问题而已嘛 好不好 这个海洋中心也是一个 20英呢 部长20英不是小数目呢 那个主要还是购买海洋船的这个 好那是不是 还需要这个不管是地方 中央一起努力啦 好那你们至少让我知道院景嘛 好不好 对 现在有了吗 不科技部主要还是研发单位吧 产业还是要经济部啊 或说以后的海洋 海洋部啊 还有就是产业一起来 研发是包括远见啦 包括院景啦 部长你就把你们 研发未来的愿景 跟这个部分有相关的 整理一个书面资料给许委员 好不好 好 多久 可以吧 多久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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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年底好了 年底 年底前 我先暂时答应你 不过顺便讲一下 这是一年多前 开始就在做了 到现在就要准备一个月 其实国家对海洋发展 一直都在摇摆了 你看海洋部海洋委会 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案嘛 就表示说 国家对这个地方的投入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希望中央地方还有就是产业一起一起把它做起来 部长你就你的部分回答啦 有没有海洋部门不是你能回答的啦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做不大的原因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大家一起努力啦 部长那不是你 可以解释的 水面的你就不要说啦 一个月来 一个月 以前去年开始啦 去年开始到现在到未来 到底要怎么做啦 你要讲得很清楚很具体 让高雄市政委觉得 你这是对高雄市有很大的帮助 自然都完成了嘛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徐委员 谢谢谢谢 那谢谢杨部长 那接下来咨询的是黄国苏委员 我们在黄国苏委员 蒋乃兴委员完之后休息五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请杨部长 杨部长请 杨部长好 杨部长好 我先来让大家看一张 比较赏心悦目的照片啦 这个是前天啊 这超级月亮啊 全台追月 不过我们家小朋友问我说 怎么会在前天 有这么大的月亮出来 那科学家的责任 就是要告诉为什么 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科学家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对于自然界 人类的智慧 来理解的现象啊 其实科学家都要想办法去理解 告诉大家为什么嘛 好 其实大家对于科学的起因是因为好奇嘛 不然大家怎么会对科学有兴趣呢 我们小时候念书 科学多无聊啊 艺术多美多有趣啊 但问题是科学总是令人好奇 你晓得吧 我从小对一个事情我也很好奇啊 最近我看到一个媒体的报导 给大家看下一页 糟糕了 在地球上有发现25万年前的铝合金 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啦 这是一个新闻的报导 这个我太好奇了 怎么办呢 部长 那我们科技部 每个都是科学家 那至少阳部长 你还是一个基础科学家 你从小会不会对 这一个世界上 有没有外星人感到好奇 我想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了 真的啊 好 那我可以 宇宙的形成 对嘛 宇宙实在太令人好奇了 我到现在也是 不了解 生命的血运宇宙的血液 真的不了解太多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部长 我可以问一下部长 以你过去所受的科学的训练 那你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科学家 又是我们台湾的科技部部长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外星人 不排除有外星人 不排除有外星人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证实就这 没有证实嘛 那有没有排除 没有排除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即便是你现在是一个科学家 你也没有办法判断 这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排除 好 那你说了 我就相信 不是 我刚才讲就是说 要证明一个东西有是比较容易的 证明没有很困难 所以我刚才讲了 要证明有现在没有看到 证明没有 因为你可能技术 或是这个科技还没有发展 所以你看不到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媒体 在讨论外星人这个事情 对 所以我也很纳闷 所以我多希望科技部 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 比较科学的思考的方式 这个我们只是提供各种不同的现象 让大家讨论 现在还不是做定论的时候 那你看过这个报道 这25万年前的 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不知道 所以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不同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 我了解了 所以科学就是令人好奇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太多的事情好奇了 科学才有存在的必要 对不对 这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基础科学 基础科学 我们有科普预算嘛 1000万 科普预算 其实就是为了要解答迷津 为了要运用我们民众 对科学 对自然界非常多的现象的好奇 然后我们去推广科普的知识嘛 对 对不对 好 我们科技部的科技大官员的网站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前天的网站 我们还有一个民间的团体 叫范科学 他们在前天就因应了这个超级满月 他们就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网页 让大家分享 很棒 吸引非常多的人看讨论 同一天 我们的科技大官员去做什么呢 去介绍微藻生物质的运用 类似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坦白讲 我们科技部并没有去充分运用 我们民众的好奇心 去推广科普的知识 我们的网站其实是非常无聊的 坦白说 部长 刚刚苏乔卫委员说 有100多万的人次的浏览 我告诉你 这个科技大官员的网站的设置 四年来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万三千多个人按赞 四年来 其实只有一天只有三十个人按赞而已 同样的民间的这个范科学 这个民间社团 他们已经有三十几万个人按赞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要批评你们的意思 内部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科技部官方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 官方 官方一定要那么无聊吗 不是 非常确定的我们才 官方一定要做到那么无聊吗 因为 官方可不可以有趣好看一点 让我们满足民众的好奇心嘛 你可不可以在你们的官方 特别它也不是一个你们科技部的政策宣导的官网 它是一个科技大官员 它是要介绍科普的知识 你们为什么不运用这个知识去解答民众 对于科学现象的迷惊 大家有兴趣的议题 然后引人入胜呢 有些我们大概可以做 但是有些我们也不一定可以做了 比如说像这些科普的 科普的有些是还是有争论的 科普我们也不容易 不能随便放到我们的官网上 但是 但是民间是可以的 无聊是事实 民间是可以的 民间可以啦 还有各种不同的协会也可以 给你们参考啦 OK谢谢谢谢你 所以你们看的人那么少吗 这个我们要加强 太少啦 这个我们加强 真的啊 你们还补助节目得金钟奖啊 留言追追追啊 对不对 这个我们改善 对不对 给你们去改善 再来 好 产业创新期限计划 我想问一下部长哦 为了审查方便把它提出来的 因为数位经济就支撑 好 数位产业 程序面我想跟你讨论啦 去年的4G 记不记得 4G预算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觉得哇 行政院都还没有通过计划的核定 预算就先送 编列就送审了 那行程各个部会啊 搶科发基金的钱 就用4G的名义来抢钱啊 抢得很凶喔 故宫啊 要办90周年的周年庆啊 还来抢我们4G的计划 你是不是记得这个事情 那我想要了解喔 这一些计划 都送行政院通过了吗 通过了没有 5加2加2 行政院都通过了吗 5的计划都通过4个了嘛 通过4个 哪4个 哪4个 生衣吧 生衣 亚洲矽谷 亚洲矽谷 智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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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国防资安 还没吗 还没通过吧 新农业那些都还没嘛 智慧机械那个 智慧机械 智慧机械 好 但是还没有核定嘛 你现在只有4个有核定嘛 好 从科技部 送到科技部来 那这一次 你们通过了这个东西 预算的概算也已经编列了 总共花多少时间了 花多少时间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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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审议的结果啊 审议结果 从送来到有审议结果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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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領航的計畫 產業領航 那請問一下 在這些產業領航的計畫 跟產業的連結是什麼 產業在哪裡啊 可能你們的智慧機械 綠能產業 生技醫藥 可能開始有一些產業的思考 可是國防產業 這個我完全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你們可以跟我講 它跟產業的連結在哪裡 而且邊在行政院的資安處 這個我真的難以理解 到時候資安也是一個產業 我了解吧 它的產業的連結是什麼 其實我想告訴部長 這個預算全部是科發基金支出的 支應的 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如何運用這麼龐大的預算 幫我們整個創新產業 好好打一個國家隊 那當然啊 這個國家隊要有教練要有選手啊 你不能說只有政策指導員沒有球員啊 你的產業的連結在哪裡啊 你要不要跟以前四句一樣 就各部位來搶錢 然後研究計畫寫一寫弄一弄 這個已經發了比較多時間 只是審議的時間不要轉 對 所以我現在是提醒啦 其實我剛剛問了很多問題 你還是沒有辦法回答嘛 光這個問題 產業在哪裡 那個計畫後面都要有產業效應的 那個預算的時候 它有預算有寫一級產業效應 你把產業的連結的相關的報告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做比較更詳細的說明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本席更詳細的說明 我擔心這些計畫時間一過 就變成泡影了可惜了 真的真的 這個我們這個新政府 一定會讓這個產業把它推動起來了 好 謝謝 謝謝黃國書委員 謝謝楊部長 接下來質詢的委員是蔣乃欣委員 那蔣委員質詢完後休息五分鐘 主席又請部長 來 部長請 來 部長好 我想今年科發基金裡面有一筆4億的經費 除了購買土地的話 還有建物規劃建制 就是沙倫科學城 在裡面的研發中心示範場域 那這個規劃案到底有多大 這個規劃案到底有多大 整個的經費到底是多少錢 部長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今年我們規劃在這邊 我們科技 部長請說 這邊有圖吧 科技部主要是對那個西區 那個綠能綠合研究所那一部分 規劃嘛 就是要推動 可是整個的沙倫科學城市 科技部在主導嗎 沙倫會我們是去規劃 但是主導是各部會 尤其是經濟部還有這個中原院 還有這個台南市政府 我們主要是經營這個西 那如果那個部長 如果我們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請經濟部來嗎 我們要請台南市政府來嗎 預算是變在你身上啊 對不對 我們 那依照來講的話 整個沙倫 這個都是你在你主導啊 依照你的辦公室 你的辦公室的負責 都是你在負責啊 市場場域也是你們在聯繫 台南市政府也是你們在聯繫 什麼都是你們在聯繫 那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們預算怎麼給 我們預算 今年當然這個綠能預算是在我們這裡 那明年以後就各部會要去推動嘛 對這個問題又來了 今天我們給 明年各部會各委員會知道 我們今天審的情形是什麼 那我們又怎麼知道 今年預算給了以後 各部會去做了什麼事 那個各委員會就是要去 哪有這種道理的呢 那部長你又說 一千公頃一千億 這個一千公頃在哪裡 太陽能光電是不是 對 太陽光電這個也有一個規劃書 就是各地方政府 不是這裡喔 這不是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這裡只是一個研究的核心啊 不是我說整個科學層到底有多大 科學層就是那個綠色的地方 我們身為科學層 多少公頃 大概是八 一百六十公頃 一百六十公頃 那後來呢 中期呢 中期的規劃呢 就是這個 你現在只是初期規劃嘛 就是科學層就是這樣 中期的規劃呢 沒有中期 我們初期就是那個核心區 行政院 開會的時候都有講到中期規劃了 所謂的科學層就是我們發的那個區域 那個綠色區 六月十六號行政院院會會會議 八月三十號行政院院的院會 開會 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以後可能會 會不會講到過 初期就西低 有嘛 那個進程 就是那個 很興趣 對不對 初期就是我們那個 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下 今天預算給你 綠能產業要不要推動 要推動 可是我們立法院至少要知道 你整個的規劃案到底有多大 你總預算到底要多少 預算法三十三條 預算法三十九條 就應該就寫在上面清清楚楚啊 對不對 那你今天只編一個示意 後面還有多少錢 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要我們給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我們怎麼給 你將來的科學層到底 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 你剛剛那個研究中心就有三期 對 我們研究中心 對 示範場域呢 我現在要的資料到現在還沒給我 對不對 可是你的預算在這裡 示範場域是經濟部的 示範場域經濟部主導了 對 可是預算在你這裡啊 然後 媒體又講了 這個哪裡是綠能呢 根本是在造證啊 你 你的 你的這個兩塊 綠色的 C跟D 所以 D D是經濟部的 D是經濟部的 對 整個面積才多少 再加上中原院的 也不過才37公頃 對 那個就是核心區嘛 所以我們科學研究 37公頃 如果光你現在第一 初期 160 37公頃 只佔多少 只佔了百分之二十幾 四分之一都不到 外面那個開發 你四分之一不到 就打了一個科學層 真的是科學層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在上面那塊灰的 對 那個灰的 那個灰的 那個灰的要做什麼 那個不是用科技計算去做的 不是不是 我知道啊 對 台南市的市長講 做個核心區吧 那個地方高鐵做完以後 就閒置在那邊 土地六萬塊錢標 沒有人要 現在一講科學層的時候 十萬塊錢人家搶的要 這台南市的副市長 吳副市長報紙上 都是這樣子講 到底是在 他做土地 而且他做這塊土地 閒置了多少年 現在終於有可以處理 所以到底是在造政 還是在做綠人 那個 我們要花頭路這麼多錢 我們要知道要多少錢 我們選這個地方 其實是已經 已經有一些基礎了 譬如說 焦大已經在那邊 有光電學院嘛 那 成大已經有一大塊在那裡吧 請問一下 選址花了多少時間 科技部 選址花了多少時間 選址已經 當初有非常多地方選 從哪裡 對 你跟我花了多少時間選址嗎 有沒有環坪 那個地方不用環坪 為什麼不要環坪 因為它是高鐵特徑區 已經已經 可是你開發這麼大的面積 不要環坪嗎 要環坪的話 規定就要環坪 以後 以後的開發當然要環坪 我們那個核訊區不用環坪 旁邊是700公頃的沙輪農場 那個是另外的 那是另外的 那個一定要環坪 這個就是將來的嘛 沙輪農場 跟這個沒有關係 跟我們科學生沒有關係 跟我們科學生沒有關係 我剛剛講過了 6月16號行政院的開會的 中期規劃開發沙輪農場 對 跟我們科技 8月30號行政院講了 整體範疇應納入沙輪農場 對 那是 所以沙輪農場 怎麼會不在你的科技範圍裡面呢 不要搖頭嘛 不是 我們科技部 你的研究開發研究中心的公共建設的計劃 你去看看 上面有沒有這樣子寫的 對 但是我得說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在看 跟科技部有關的其實就是核心區 跟那個沙輪農場是非常遠的事情 因為這不是你處理的嘛 對 然後我們放下一張 科技匯報在負責耶 兩個科技政委跟張景森政委在負責 哪裡是你科技部 所以我們科技部只負責 今天科技匯報政委有來嗎 我們科技部只處理那個 那個核心區啦 沒有來吧 科技匯報的執行長有來嗎 沒有嘛 副執行長有來 對啊 副執行長來啊 把立法院當做什麼 政委就應該來報告 因為不是你的權責 最清楚是政委 不是你科技部長 這都是你們科技部的簡報 你們自己上面的資料 這是跨部會的了 跨部會的 所以政委才清楚 到底科學成 將來是什麼樣的東西 政委不來報告 包括93.1億 剛剛黃委員講的93.1億 是一個競爭型的計劃 對不對 對 我們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你競爭型的計劃的內容是什麼 有嗎 雖然現在各部會 分它大概多少錢 大概知道了 大概的筆部知道了 可是細節 不知道 細節也 我們就空白授權嗎 其實細節我們那個計畫也顯得很清楚 所以部長 我上次你在我辦公室我也跟你講過 沒有 在立法院 不承認什麼政策審 技術審 沒有 你們自己內部政策審 技術審 你不能把我們立法院 矮化成只能審技術 不能審政策 立法院我就是要審政策 我就是要看政策 我就是要關心政策 今天是關政策的人 為什麼不來 政委為什麼不來 政委到現在上任了 面都沒有見過面 姓什麼我都不知道 看了你這個表我才知道 吳政委 520上任到現在半年了 我們立法委員不知道 政委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 這什麼政委 政委 這是立法院在監督嗎 政委主要工作 還是各部會的協調 我們還是以各部會來執行 部長 你要矮化你科技部 那是你的事 可是你不能矮化我們立法院 行政院不能矮化立法院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質詢 媒體在炒 你們根本是在假借綠人在造證 將來要把700公頃的沙輪輪廠整個蓋掉 要蓋很多的住宅 蓋很多的住宅 蓋著 殺科學城的名義 真正科學城 跟你剛剛講的 包括中原院 研究中心 跟示範場域 也不過才37公頃 如果有七八百公頃的話 拜託 百分之五的面積都不到 用百分之五的不到的面積去掩護這麼大的面積做什麼 其實假如說我們看到這個新竹ICT的科學城 這個是一個好的這個 部長你也講到新竹 新竹的生技園區 浦園計劃 浦園計劃 浦園計劃不是科技部的 這叫生技園區旁邊嗎 對對對 當時 教育部也在做 國科會也要參與 現在已經做出來 最少的規劃 一百多 一百多公頃 現在規劃到多少 一千三百多公頃 大埔計劃大埔案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的 大埔計劃現在沒有做起來嘛 所以只有 竹北市議員其實做起來 也是真正的用到的四十幾公頃 整體開發一百六十幾公頃 然後你現在呢 真正要用到的三十幾公頃 三化二水的油區不能用嗎 南科不能用嗎 為什麼要擺在這邊 為的就是要把高鐵 以及周邊的沙輪市場 閒置的土地把它變化掉 這才是重點嘛 有時候也考慮那個 那個產業聚弱的問題了 產業聚弱問題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開一個 張委你站起來了 我就不好意思再講了 時間到了 可是我希望 張委啊 我們審預算的時候 政委總要來報告吧 我等一下回答你的問題 你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謝謝 那等你報告完 我再下去 沒有 我想應該是這樣子講 按照立法院的規定 跟慣例 那我們絕對不會讓立法院被矮化 那按照過去的規定跟慣例 政委只有在院會列席 不到委員會 這是從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委員呢 希望跟政委認識 那請到院會 那私底下休息時間 可以跟他打招呼 跟他聊天 跟他詢問 但是呢 政委在我們過去的慣例裡面 也不在院會接受質詢 這個我想 這個是不管蔣委員 或是我 或是過去的其他我們立委的神敗 統統都是這樣子的一個規定跟慣例 那今天呢 我們科技匯報的執行長 有跟本委員會請假 有跟我請假 是因為他出國 而出國的計畫呢 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在表定的這個行程裡面 那我是上個禮拜才宣布這個禮拜的議程 所以呢 我也就請他由副直密 來代表 所以呢 這個要跟我們 蔣委員跟各位委員報告 跟主席報告 當時科技部成立的時候 當時的政委叫朱正偉 他當時就在講 我政委 你不立法要我來 我隨時來 朱正偉 他個人的意見我尊重了 所以 那他到最後 他也沒有來立法院 所以他也沒有破了這個慣例跟規定 基本上 我們要維護我們立法院的職責 要強化我們的職責 絕對 今天一個殺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都不清楚 沒關係 我下次排專案 來讓大家清楚 在這個情況下 你今天叫我們怎麼省預算 不會啦 那我們省預算之前 我來排專案好不好 那希望 政委要來 好 謝謝 你的意見我尊重 謝謝 那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你在哪裡 嘴巴 你 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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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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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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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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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感谢观看 对不对 你们最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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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希望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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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我们 我们希望 我们 我们 我想我想我想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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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經費來源不一樣 可是同樣我們在中研院 在學校裡面當專任助理 可是就得到的待遇性質是不一樣的 產生同工不同酬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部長來確認的就是說 我們科技部是不是有在104年的時候 針對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助理人員的約用注意事項 裡面有做了一個改變 就是官員那個專任助理的聘請 是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 何時支給工作酬金 我們是不是在104年有做這樣一個修正 有 我通常說有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修正 是不是代表我們會希望 不管是像大學還是像中研院 這樣的研究機構 我們在聘請這樣的專任助理 不是我們科技部給了多少錢 你應該回到你這個機構的 專任助理的聘請的任用的標準來使用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可以這樣說 要是真正操作就是 他也應該有一個委員會去訂 假如說不是標準規格的薪水 要增加酬勞 工作酬金 要有一個委員會去訂的 是 平常有這個做法 因為現在有很多學員單位 因為他現在有一些是 尤其是產業合作相關的 他請了經理人什麼之類 他有自給自足 或說是支籌款 支付籌金 那個都要有一個委員會去訂 很像籌金 清籌委員會類似這樣 所以基本上他這個大學或是研究機構 他本來在他們的制度裡面 有一套他們的專任助理的 相關的薪酬等等的標準 可是一旦他是拿我們科技部的補助計畫 我們看到就是說 現在不管是大學還是中研院 他們在請專任助理的時候 他都會寫說 他的那個薪資是按科技部標準 甚至有的還在寫說 或國課會標準 對 我們當然 我們這個是基本款 但是執行單位可以依執行單位 的標準來做 但是他也要有一個標準 並不是說 就是科技部怎樣 就怎樣 應該回掛到他的單位 對 到大學跟 例如說中研院 或是各個大學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他執行單位的標準 那我們是不是 我是這邊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科技部 我們真的要讓大學還是像中研院 這樣一個機構 應該要了解 其實我們會希望我們的專任助理 在同一個機構當中 他應該就是要同工同酬 享有相同的一個福利 相關的一個標準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 這個我們聽說 要去跟大學 也有說明會裡面有談到這個 好 那再來呢 其實邵教授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例子 他還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工作 這個助理 他工時很長 所以他要給他加班費 還是獎金 可是依照我們科技部 目前的一個補助標準 我們可以給這些專任助理 加班費或是獎金嗎 可以嗎 好 那部長我跟你講 我自己到你們 可以 按照機關的標準 按照機關的這個標準 去支加班費 按照機關的標準 好 可是我們科技部 你們自己在網站有寫說 如果是在假日或是下班時間 然後來協助這些計畫的話 可以在管理費向下 以加班費的方式 何時辦理 部長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是在管理費喔 不是在業務費喔 這是我們學校的 這是業務費 我們通常給助理的薪資 我們是從業務費向下去支應的嘛 可是我們現在是說 你加班費的時候 要從管理費 這有點像這個 因為管理費 就變成單位裡面 自籌款嘛 那從自籌款裡面 是自用 是吧 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說 因為我們平常的工作籌金 要是工作籌金 那些都要由單位裡面的 很像自籌款裡面去支用嘛 沒有 我們通常會有給管理費嘛 可是通常我們科技部給的管理費 一定是給這個單位機構 他們的行政管理的費用拿去的啊 今天我相信部長 你也在大學待過 如果你的管理費 被學校收去的話 今天教授要給 這些專任助理加班費 有可能再從那個管理費去支應嗎 應該都拿不出來了吧 因為各單位的 是不是 各單位的情形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 所以那個部長我在這邊 我相信只要每一個大學 他有一個自用標準 根據那個自用標準 那個自用標準又得到 比如說審計單位啊 主機單位的同意的話 我相信就是 應該就可以吧 所以就是要回歸到說 是不是回到 他們本來單位的一個標準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科技部 我們接下來 我們如果要補助這些 專任助理的加班費的話 我會建議以後 要在業務費上下去 讓他們可以去 我們可以考慮了 就像最近那個 好像這個 兼任助理 納保的問題 好像我們現在已經 把它移到 這個業務費去了 好 那就是這部分 就麻煩部長 能夠再做 我們再考慮一下 你的問題 我們再考慮一下 那接下來要請問部長的是 產業創新旗艦計畫 因為 其實在這個部分 我知道說 我們科技部 一直都是為我們產業做的發展 提供一個基礎的一個建設 例如說我們的科學園區 那其實 在這個部分 我要提到的是說 除了硬體之外 我們需要軟體的協助 那這個軟體 我講的是真的是用在電腦上面的軟體 那我要提的這個部分 是因為我們文化科技創新 這塊領域 其實很需要這樣一個軟體 因為我們不管是3D動畫還是VR 除了算圖之外 其實都需要軟體的支援的 那其實這些業界的人員 他只要一台筆電 他就可以到處工作 可是他如果沒有這個軟體 他完全沒有辦法做事 那像影視音這些包括電影還是演唱會 也都需要這樣的相關的一個軟體 那這些軟體其實大家都是國外的 然後都很貴 那我這邊要建議部長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 我們科技部來看 我們現在這些產業需要哪些軟體 然後我們一起來跟這些業者 就有點團購的一個方式 我們能不能去談一個比較好的價錢 因為這個部分對於這些創新業者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會跟那個產業特異聯盟 大家來談一下 看看怎麼幫忙他們 對 用國家的力量 買一個團體版 國家版 好 那謝謝部長 那就一定要去做 好 謝謝 我們看看 就跟他們談一下 OK 好 那在這邊呢 我也看到說我們科技部 這次的有一些計畫 是呼應我們的南向政策 那其中就是有在地震技術方面的一個交流 那我當然知道說我們在地震這邊的一個觀測的能力 還有就是預警的技術 其實真的是 在我們這個領域當中是一個領先者 我們可以跟這些我們南向的國家有很好的一個經驗的一個分享 那我在這邊要提的就是說除了地震之外 其實我相信我們台灣在颱風的研究 是不是也是經驗是非常的豐富的 例如說我們歷年來的追風計畫 其實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在這邊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看到我們科技部裡面有一個是 有一個叫做AACTS 這是亞太經濟合作颱風社會研究中心 那這個研究中心我看到它是在2011年年在台北成立以來 它的目標其實是要透過颱風的研究 然後來促成整個亞太地區能夠減少這種颱風帶來的一個災害 那可是好像在目前看到他們的業務好像就是 只是辦一場國際研討會而已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只吧 因為這個是APEC裡面會議性的一個組織 是 所以我要談的就是說 它是APEC向下一個正式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南向這個部分 應該在ACT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能夠多做一點 因為在你們的報告當中是沒有看到的 好可以嗎 主任可以講幾句 好來 今天委員報告 我們跟輝賓合作成立在馬尼達成立辦公室 然後跟越南國民經濟大學簽訂MOU 然後跟印尼還有泰國都有合作舉辦過非常多活動 那譬如我們下個禮拜就要到越南去訪問 因為明天PPS要在越南辦公室 討論說明天在越南合作的可能性 好所以有嘛 所以可能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沒有寫到很可惜 其他網站做的也不夠好了 好 我們再討論一下好了 好 那其實最後那個部長我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要強化ACTS的這個功能 那其實因為它是在那個我們的 那個颱虹中心向下對不對 它是在下面 那我這邊我就看到說那我們台虹中心跟我們交通部的那個氣象局 我們到底我們是怎麼去分工的 怎麼合作的 目前 那當然 我們這邊是做 因為他們是氣象的主勝單位 我們是做研究的單位 所以我們發展的技術 當然氣象局到時候就用 所以我們平常是不能發布的 是 氣象局發布 但是這個技術 所以他們是預報我們是研究 你們這當中目前的分工 那軟硬體 我們自己擴充 那軟體的這個研究的那個技術成果 和預測 當然會到時候就會移給那個 交通部的氣象局 好 不好意思 就是不知道 因為我在看這個相關的 防災等等 就發現說 我們科技部也有 然後其他單位也有 我只是在提出來說 這個部分我們怎麼樣子做合作做整合 我們是上游的技術 上游的技術這個研發 或是一些儀器的建置 那真正發布的單位都是 像地震就是去向局 或是那個機制調查所 我們科技不是研發單位 是不發布成果 那個結果的 好 OK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李立芬委員 謝謝部長 好下一位請高金樹梅委員 好 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好請部長 部長上一次本席在這邊要求你們提出幾個數據 就是關於原住民的學術的研究 到底近三年有多少 本席已經看了 而且一一的越過 這邊呢我必須要跟部長您提出幾個部分 我們要討論一下 科技部你們每年投入這麼多的預算 做了這麼多的研究計畫 不管是學者提案 或者是行政院各部會的提案 部長這些研究 最後變成政策的比例有多少 你們有沒有去算過 或者去討論過 或者是滾動式的研究過 我們當然成果 尤其是將來當 很好啊這些學術學者的提案 或者是各部會的提案 這個的研究成果 最後變成政策的比例有多少 1% 10% 還是30% 就其他的我就不管 原住民的政策這一塊 部長您知道多少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好沒關係 有些是真的是政策研究 有些是我們做了一些結果 各部會或是各使用單位 因為我們都放在網站上了 他們可以 我們研究成果也會通知各部會 不管是學者提案 不管是各部會的提案 對於原住民的這些研究 到底有多少是政策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本息是已經看過了啦 好 我希望為什麼要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呢 因為你們根本不在意原住民的這些 學者提出來的問題 所以我要給你一個功課 回去好好的研究 一個月後請你告訴我好不好 這是第一 第二個 你知道嗎 我一直很納悶 我們每年花了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去做研究 然後呢 這些研究的成果 無法作為行政部門的政策依據 那我們要花這麼多錢去研究幹什麼呢 所以 部長 這是你們必須要去檢討的 再來 在你們的報告書的第11頁 我看到了106年度的科技計畫 你們有 亞洲矽谷 綠能 國防 智慧機械 亞太生技 新農業 新材料循環產業為重點方向 好 本事要說的是 政府不要只會呼口號 百姓我們要看的是執行方案 我舉一個例子像國防 國防要國機國造 部長我想問您 人才在哪裡 技術在哪裡 市場在哪裡 我們要花六百多億喔 如果這些國防部他都說不清楚 科技部你的錢還要給嗎 我們那個國防的今年 就是以資安跟那個衛衛星為主了 沒有國際國造的錢在這裡 好 你說以資安 對 那我們國內有多少的資安是需要國防部在研究的呢 我講一個加山計畫 或者是那個樂山基地 對不起我剛剛講錯樂山基地 那個就是資安啊 國防部花了這麼多錢 每年還要花七億 結果呢這些資安是給美國人用的 還是我們可以用這個資安跟美國人換條件 取得我們國人的利益 取得我們應該要有的利潤 部長你給我去調查一下好不好 我說我們資安就是各部會還各層級的資訊 可是你上面有些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國防啊 對但是我們 因為你告訴我106年度的科技計畫 你們還有國防嘛 對不對 對那個就是一個5加2人民產業 但是我們今年正正的106年度是以資安 你說資安嘛 對我剛剛跟你就講樂山基地是資安 對那個是 你知道那個資安是什麼嗎部長 那是國防的資安 我們今年現在做的事不是國防 是其他各部 對嘛我就跟你講你這邊有國防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現在編的這個國防的錢是沒有國防部的錢 沒有 那你這個為什麼你這邊會寫國防呢 那個就是 那就拿掉我不准你再編國防的喔 不是我說我們今年沒有啊 今年106沒有 OK你說你這個國防是各部會的資安嘛 有沒有包括國防部 今年的資安 當然我們各部會的 那麻煩你就寫清楚 所謂的資安 國防是所謂的各部會的資安 沒有包括國防部 OK 否則我刪掉 好不好 好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新農業 什麼是新農業啊 未來的受益對象是誰 怎麼執行 農委會有沒有將編略相關的預算來配合推動 有沒有 還是你們自己就各做各的 不是這個我們這個旗艦計劃當然就有基盤嘛 有協同計劃 這個只是最上位的那個點亮 我知道嘛 你最上位你要研究嘛 那麼你要研究的同時你是不是要跟農委會合作嗎 那當然當然有啊這個是誇部會的 那有沒有嘛 如果有的話麻煩也把這個資料拿出來好不好 好我們12點到繼續開會 OK 再來我們的教育 我們一直在談的是產學合作 對嗎 可是本習到現在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這些產學合作的成果到底有哪些 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有符合學生他未來的執陽發展 還有民眾的需求 還是這些產學合作只滿足了研究單位的需要 或者是滿足了你科技部預算執行的需求而已呢 所以部長 你不用再解釋 你不用再解釋我們已經看到沒有什麼成果 我就跟你單單講原住民的產學合作 你的產學合作在哪裡 你的績效在哪裡 我們科技部的產學合作主要是研究的產學合作 對嘛 你先聽我講 你先聽我講 當我們這些學者他要提計畫 我要研究的時候 你應該要跟你的相關部會合作嘛 不是嗎 難道你就研究你的嗎 你要研究你應該會有方向嘛 比如說我原住民的 我現在正在做駐麻 我跟農委會合作 以後駐麻出來了之後呢 農委會你是不是編列相關的預算 變成這個叫做產業嘛 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嗎 我知道 所以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了吧 你不要解釋 所以 我要在這邊建議部長 我對於科技部的研究計畫 你應該要設立所謂的政策引導型的研究 你可能聽不太懂 我還是以原住民的例子來跟您說 什麼叫做政策引導呢 我舉原住民族教育的政策來跟您說明 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本席跟教育部還有原民會 我們都溝通過了 我們要落實原住民族的教育的政策 要從幾個方向出來 第一個組織的層面 第二個預算的結構 第三個教材的研寧 第四個執行面向 以這幾個方向 我們再去擬定政策嘛 對不對 並且要怎麼樣呢 要跟在地的學生 家庭 老師 等等 你們這些的需求 或者是認知 我們再去做分析研究 進而定出了所謂的政策 那這樣子的那個以政策 還有以民眾需求為主的研究 我就暫時把它稱為 政策引導型的研究 同時它是怎麼樣呢 由下而上的研究 部長 你認同這樣的方向嗎 我們其實有一個計畫 不是這樣嗎 跟原住民文化那個 那個就是有 有類似那個 委員講的那種計畫推動了 對不對 你同意我的做法嘛 對不對 是嗎 部長你同意這個方向嗎 有 我們是有原住民計畫 對對對 我們有原住民的這個發展的 特別的這個專案的計畫 在推動 你們太多計畫了啦 你們也太多 你給我提供了三年的這些 原住民的研究學者也好 提的東西 這麼一大本 部長你知道嗎 這麼一大本 就這三年當中 這麼一大本 還不如我在立法院這五年 我走到基層部落 我看到的問題 我把教育部跟文化部跟我們的農委會跟這個這個觀光局全部整合在一塊 原住民多少呢 55個鄉鎮 700多個部落 每一個各部會 光是各部會 你們的私局處 你們都有相關的東西 難道不可以整合嗎 在笨的政府 700多個部落 沒有辦法變成政策 沒有辦法變成政策 然後變成執行方向 所以 部長我今天跟你講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原住民的問題 不乏沒有經費 而是你們都是各做各的 部長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三年光是原住民這研究計畫花了多少錢 你腦袋有沒有數字 每一年至少會超過四千萬左右 對 三年四三 多少 二十一 兩萬一 你現在給我去做一個月之內提出個報告 兩億一 我們到底有多少做的這些研究報告 變成是各部會你們做的政策 我相信是沒有的部長 所以請你們虛心 聽我今天給你的質詢 有兩個 第一個 一個月內給我告訴我 你們這三年我不要太多 這三年你們所謂的研究計畫 學者的這些報告 有多少是政策的 比例多少 第二個 如果部長你認同我的說法 我剛剛叫做政策引導型的研究 如果部長你同意的話 是不是能夠從現在開始 我們如果學者專家也好 或者是各部會也好 他要你一定的計畫 他必須是政策引導型的研究 你們才給經費 而且還要跨部會 各部會願意跟著這個研究計畫走 變成政策了可以了 各部會就已經下去去執行了嘛 部長你同意吧 跟委員報告不只原住民 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 對啦 我現在就不要跟你講其他的嘛 我現在不要跟你講其他的 因為我 體恤你 部長辛苦 我現在只要原住民的 OK 謝謝 我們來試試看 好謝謝高經委員 好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請陳學勝 趙偉 謝謝 趙偉 這禮拜四開這個部會會議 然後最不喜歡的就是去那個地方 你知道去哪個地方 他們都笑了你知道嗎 徐傑銘說最不喜歡去的那個地方是哪個地方 都不笑了 你真的不知道 怪不得你喜歡來立法院 他最不喜歡去立法院 我覺得他講的一定有一些感觸在啦 因為有時候 基同鴨講 那他想實踐的理想 立委不能夠體會 我們也學習很多了 部長我讓你很客氣啊 因為你做校長出身的喔 所以你比較知道去統合各種不同意見 像我自己本身是學人文的 我不太懂理工 那我對在座科學家我都很尊重 所以我對科技部裡面 對科技跟人文這一塊 我是最有興趣 每次省預算 我對這一塊 對這個絲 要求有最多 但每次給我的答案也是最失望 所以我要請教部長 繼續努力 不是 我覺得科技部要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科技越發達 人類是不是會越幸福 這裡面可以衍生非常多的子題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們科技部抓不到方向 因為現在大家都講說 我們要發展高科技 要發展經濟 但是在發展高科技的過程當中 很少有些人停下來去思索 高科技所帶給人類 到底是不是只有快樂 還有衍生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我非常同意你這個看法 我請教部長 到底科技部裡面跟人文這一塊裡面 有沒有人研究 未來台灣 如果在十年之內 我們有一個接到政府的一個補助案 提出一個計畫說我們可以發展複製人 你覺得政府該不該准許 這個決策是應該由哪一個部會去判斷 到底該不該可以發展複製人計畫 部長你告訴我 到底現在政府這個運作裡面 誰能夠決定這個價值 來 我知道我們的科技部裡面那個 深科是一個再生醫學的計畫 再生醫學的學術倫理 是我們所關心的一個議題 不是 誰在研究類似像這樣 這是第一個議題 比如說 什麼時候人可以決定自己的生命 可以結束 比如你活到八十歲 我覺得面對未來我覺得非常的灰暗 即使我可以延續我的生命跡象 但是我覺得我活夠了 對 這個就是生命倫理的問題了 對 那科技部裡面 或是政府現在哪一個單位 在研究這個問題 沒有 研究這個問題 也是只是 在大家討論的時候一個參考 可能還沒有到達那個決定 哲學 不是 我現在在衍生好多個問題 比如說 現在網路世代 它發展那個科技的速度 越新越異 那你都考慮到很多 現在在科普的過程當中 科學研究當中 在性別主流化上面 你在討論這一題 但你有沒有考慮到 在科技高發展過程當中 對於銀髮族的不友善環境 你們誰在研究 這個也是有啦 只是說 誰 誰誰在研究 蛤 我們人問是 人問是有那個 當前台灣社會問題的一個研究 因為科技 可是他有沒有做長期研究 有有有 那我再請教你 實驗動物 比如說我最近長期在觀察這個雪青馬 對 為人類提供這個毒蛇的雪青 然後讓這個被蛇咬到的民眾 可以有活存的機會 那雪青馬 它一生有十年的時間 都是在被注射過程 那現在我們覺得它十年到了 我們可以讓它自由快樂過日子 可是我看到有些雪青馬 它那個毒素已經沉澱到它的膝蓋底下 它根本都變殘廢 那誰可以決定這個雪青馬 它活還是死 還有你們現在在發展實驗動物 到底實驗動物 在實驗過程當中 不管是最小的老鼠 到犬 到牛 到豬 他們的動物的生命權 誰來探討 這有探討啊 這有探討 只是說 你告訴我文獻在哪裡 請告訴我 這些議題是我特別跟部長講的原因 是說 既然我們當時會成立這麼一個人文師 我一直覺得它找不到定位 你們研究什麼 你知道嗎 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 推動地方人文發展域 跨域治理計畫 我跟你講這你不用去找 你知道嗎 現在各大學為了招不到學生 拼命去跟各地方政府合作 拼命為這些官員開在職專班 拼命去各縣市政府 去爭取各種標案 根本不需要你去提這種方案 他為了先活下來 他已經跟在地的縣市政府 合作得非常非常的密切 這種議題你在研究 可是我剛剛提出來這些議題 請告訴我 誰在研究這個議題 跟委員報告 剛才委員提的那個 地方政府治理的問題 是說希望台灣的 大學裡面的學者 不是只有做象牙塔的研究 他們可以去協助 那個地方政府 你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我跟你講你會提出這個想法出來 你知道問我們幾位委員 現在學著哪一個不投入地方政府的研究 不投入地方政府研究 爭取不到研究計畫 還需要還混不下去 我們那個還包括那個地方政府的治理 治理 部長 我要跟你講的原因是說 這個絲 包括我們生命科學 這些絲 它的預算 在我們科技部裡面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我要特別去提的原因是說 它代表了一個科技發展過程 人文的省思 這個是在所有的政府機構裡面 我是在思索說 哪一個單位可以做這個工作 我找不到 所以我今天才跟部長提了 一連串的問題 這個應該散落在很多地方 其實我們科技部 執行大型計畫 譬如說奈米計畫 或生意資料計畫 都有一部分是那個 那個倫理的問題 部長 這個不會成為主流 但是 但是我希望部長 它一定有 對 我希望跟部長強調的用力就是說 對於這一塊的發展 希望在科技高速發展過程當中 我希望科技部 你也能夠承擔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文省思 這一塊我特別要跟部長講說 每個人都會年老 每個人都會面臨各種不同的狀況 甚至面對未來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在 但是科技你只能夠提供技術的快速演進 但是他不保證一定提供人類 十足的幸福 包括首級的世代 網路的世代 英國有做研究調查 孩子並不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往來 變成密切 他覺得更開心 孩子自殺的比例 還節節上升 為什麼 因為他被霸凌的機會更高 所以 部長我一直很希望說 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希望你們能夠多用點心 謝謝 讓整個政府機構裡面 大家只要去想說 我們在科技發展過的當中 我們還有什麼是可以去省思的 我覺得 不要只拘留在比如說性別主流 這些實際上在台灣已經慢慢 它已經變成大家這種共識 可是很多新的議題 我希望你應該去支持 有更多人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沒錯沒錯沒錯 好不好這一點我特別 我們現在也看到 你看全球化 或國際化 就產生很多抗議示威的問題 我相信科技發展期間 社會結構的改變有沒有跟上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或者說 它是不是變成科技的邊緣的一部分 那個要怎麼去處理 我相信這個是重要的議題 好不好 這一點我特別要跟部長 一定要特別強調 那第二點我再跟你請教 上一任的部長徐俊銘 他一上任 就被大家認為說 他會過度重視應用 而忽略基礎研究 那在您任內呢 他因為這個想法 因為他來自於公園院 他18年的經驗 他所提出來的想法 就是我們科技部 就是要解決台灣當前的問題 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很多想像虛擬 包括我剛剛講到的 這種科技跟人為的衝突跟省思 是不會列為研究的主題 那部長 我有觀察過 你來接科技部以後 你對於科技部未來發展 我不太知道 您期待在您卸任的時候 你希望給科技部 帶來一個什麼樣的發展環境 OK 謝謝那個委員 因為我是學物理出身的 那個徐部長 他是學電機的 他是工程的 我是自然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能某段時間裡面 可能科技研發太為這個產業服務 就是對既有的產業有好處 我是希望這個幾年以後 我們現在科技的實力也比較強了 應該有科技帶動我們產業的機會了 也就是科技可以製造新產業 而不是只是為了獻的產業服務而已 也不是幫現在產業做好做好做大 做得更賺錢 我們希望有發展台灣新的產業 這是我的取許 也就是說從基礎研究出發產生的新產業 我很高興問到部長一個關鍵性問題 因為學物理的人曾經很紅過 但也曾經被人家認為是無用 但無用之大用 部長我今天從你口中聽出來 就像科技跟人文之間 學科技人都認為人文是沒有價值 我們現在 但是你要給他有想像空間 對 不要只看到眼前 我想這是我對部長的期待 所以你對於這次文化創新給了三點多億 照理我應該支持文化部 但是我剛才提出來的計畫 只是文化部多要了一點錢 文化部少了一個想像空間 因為台灣跟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還是會好好的想說 文化怎麼科技化 科技怎麼文化化的問題 因為他有參加我們科技匯報 我也要求我要參加文化匯報 那上一屆的部長 用應用來解決台灣問題 我希望你這次 你用想像來解決台灣問題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陳學勝 趙偉 謝謝 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請正天才委員 時間六分鐘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 好 請部長 部長好 這個科技部在106年度 徵求族群研究 以原住民族研究發展 這樣的一個整合型的計畫 那這兩個另外一個是 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的一個徵求 那這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一個原住民族群研究發展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整合型計畫 那科學教育 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 它是個別型或整合型都可以 那這兩個有做這樣的一個氣氛有什麼差別嗎 來 我們請我們聯文師師長幫你回答 好 我就回答那個族群研究 這個是整合型計畫 特別是對於這個 一些少數族群 例如客家原住民來做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整合型專門針對原住民或是少數族群所做的探討 是top down的一個計畫 那科普的話就請柯國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問的是 它只是針對整合型 原住民科學教育 原住民科學教育它也有個別型的 它兩個兼具 你為什麼不考量兩個兼具的方式 這也可以考量 但是我們希望top down的計畫 由上而下的話 多一點整合 多一點合作是比較好的 好 那個科學的不用說明 請問一下 這個原住民族研究發展 這個整合型的計畫 8月1號已經截止了 有沒有提出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在審查當中 所有的review process已經完成了 今年的申請案是去年的兩倍 成長率是百分之百 我的理解是通過力應該會比這個更高 我們有特別 我有特別主持這個會議 好這個部分 這個我是還是認為說 部長 這個整合型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還是能夠提供這個個別型的部分 整合型是這樣 我知道我知道 個別型沒有排除它在一般的計畫裡面提出 但是在這個你只有整合型 對 但是我說它個別型 它可以個人提自由型的計畫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這個原住民族的議題 有時候很大 這個議題很廣泛 我們就以原住民族基本法來講 它牽涉的非常的廣泛 幾乎各部會的一個業務範圍都有 所以你這邊有提到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這個議題你說一個教授 你要提一個整合型的這樣 有時候它變成是說它的一個效果 效果就會受到影響 個人自由型不排除 這個部分你們再考量一下 另外就是說 原住民族的教育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各方面的一些 所面臨的控制 它的現況是如何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剛才我們高經委員特別提到 政策怎麼樣去研究 可以跟政策能夠結合 我們很在意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們我就講一個原住民族的教育 原住民族的教育的程度 延漢的落差 原住民族教育跟非原住民 就延漢的落差 教育程度的落差高達多少 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九 而原住民就讀大學的出債協力 跟非原住民整體社會的 就讀大學的出債協力 落差高達多少 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 這樣的一個落差這麼大 我們長期原住民族一直要求 應該要縮短這個落差 談了二十幾年了 縮短沿漢落差 但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縮短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去透過科技部這樣的一個研究 就是政策跟研究要能夠結合 像這樣的一個研究 就看不到你的這樣的一個研究 所以怎麼樣能夠 因為看起來教育部 看起來營民會或是行政院 拿不出一個有效的一個計畫或是方案或是政策去推動 這樣的一個能不能往這個方向去提 我們要思考一下看看 好不好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是應該這個國家所應該要認真去面對 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教育最重要吧對不對 因為教育根據監裁員的報告 調查報告 教育影響了什麼呢 原住民的就業所得 也影響了原住民的平均移民 影響了平均移民 這是監裁員的一個調查報告 所以這個部分希望科技部也能夠協助 可以嗎 去了解原因 要有這樣的一個研究 另外就是說我們 這個科技部對於相關很多的研究 各部會之間怎麼樣去做一個整合 非常重要 我在交通委員會在上禮拜 審查這個有關這個交通運輸研究所的 預算的時候 很多的委員都認為 這個交通運輸研究所 沒有做他本能本質所應該做的 那他譬如說幾個例子 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 離岸風力及海洋能源 是在你的這個整個 能源型國家型的計畫 這裡面 但是很多機器官都在做 能源級也在做 交通運輸研究所也在做 譬如說幾個例子 波浪發電 對不對 波浪發電 海洋能源發電系統的一個 評估與測試計畫 能源級做 然後你們又要求這個 這個交通運輸研究所也要做 而且他這個是尾辦的計畫 他不自己 沒有這個專長 尾辦出去 另外像這個離岸風力發電 也是一樣 在我們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都認為交通運輸研究所沒有做 然後事實上 你們也在其他地方也在做 沒有沒有 這個都整合在一起了 沒有沒有整合了 沒有沒有 在我們整合架構裡面 農園局做這個 做這個事情 我們沒有做 你在這邊 你這邊看得到 但是是農園局在做 但是交通運輸研究所說 是你科技部要他做 所以他也編了他的預算了 沒有 所以政府部你要去做整合 去給政委員 你可以參考我們交通委員會 很多的發言的一個紀錄 請那個我們科技部 OK 那可能是海濕工程的一部分 可能他不是做海浪發電 人家提供進步的資料給政委員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政委員 好 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 我們請賴瑞隆委員 出席各位委員 請楊部長 好 請部長 部長好 瑞隆好 是 那個部長 因為你之前也在高雄 然後我知道那時候 您對那個高軟園區 其實有做了相當多努力 包括產學的測經會等等 那事實上 也得到很多很好的一些成效 包括那時候推動的放式大賞 等等包括在一些產學的合作等等 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績效 那 不知道部長你到這個職務來之後 就是科技部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因為其實高軟它其實不是只是經濟部的高軟 其實它是台灣的高雄軟體園區 那這幾年高軟的發展 其實狀況其實是並不好 原來2007年成立的時候 預定是兩年時間能夠達到1000億的一個產值的規模 那到現在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也才達到了100多億而已 所以事實上高軟 我想部長在當校長時代也很清楚 部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在科技部裡面怎麼來協助高軟做更好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也想過 起碼高軟我們發現它這個3D體感 就是可能台灣很有特色的 那我們科技部有一個叫做大產學計畫 就是像 讓台灣領先的冠軍 譬如說台積電啊中鋼啊 或是這個聯花科 我們都有一個旗艦的大產學計畫 我曾經有問過這個3D體感的公司 智慧科技有沒有 智慧科技有沒有可能整合一下台灣的各大學 譬如說尤其是南部的大學 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3D體感的一個大產學計畫的可能 他們也正在思維這個跟南台科大中山還有幾個他一手 有沒有可能在南部就發展一個3D體感的一個比較集中的產業 因為他那個包括機電工程嘛 還有機密機械嘛 甚至這個 他現在因為經營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有這個 所以我也看到說 譬如說文化創業產業 包括這個電影後製啊什麼之類 在那個特區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在那個地方發展出一個自己的特色 我想部長也很了解 那科技部的整個相關的工作其實不 高軟的部分當然是這個經濟部的加工出口處 對 我們發展技術 但是它資源上面其實很有趣 因為它比較屬於管理面而已 但是整個在國家的一些資源的導入的這一塊 真的科技部有很大的一個能量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長也很熟悉高軟 不是 我們是發展科技技術啦 真正那個產業推動還是經濟部的 比如說工業局 我希望部長在你那個能夠去協助 讓整個一個 因為軟體的發展裡面 像台北的這個內湖或者是南港 其實發展過很多 對 我們希望是 但高雄那一塊其實發展上是受到很多的一些 我希望部長用你部的一些資源跟能量 因為不應該只是在科學園區而已 不管是竹科 中科 南科等等 不應該只是在科學園區才是科技部的主要的 我認為這一塊 軟體這一塊發展未來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方向 我希望部長能夠 部長能不能回去盤整一下你可以做的一些資源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一個計畫裡面 這個明年度像你們有一個 這個跨虛實科技人文計算平台計畫 我找了很多啦 結果後來才找到你們其實就只有這個 那一年大概花1500萬來做這件事情 我的想法是你們能不能再去盤整看看 部裡面的資源能夠來協助高雄軟體的發展 能夠更好的一個發展 這跨虛實我們最近因為有人提出來 所以我們會跟那個人工智慧 會再更結合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調整機會做成大一點 好不好 可不可以請部長再盤整一下好不好 部裡的資源協助讓高雄軟體 這一塊現在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人工智慧嘛 人工智慧跟那個跨虛實 部長如果後續有一些那個的話 可不可以相關的評估過的資料再給我參考一下好不好 我也希望部長幫忙協助讓整個高雄才能推開 那另外有一些時間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高雄除了這個以外 高雄另外是海洋園區的這一塊 這個也是四個中心裡面 唯一一個坐落在高雄的中心 那不知道現在的整個 你今年三月也正式啟用了 不知道現在整個規劃的進度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最近也跟高雄市政府談那個七全國中那個案子 那明年我們是多邊的公共建設計算就是10億啦 會政治的開發 但是現在高雄市政府還有一個就是地的問題 因為1.2公頃 3公頃裡面1.2公頃是國有地 但是1.8公頃是室友地 所以我們希望國有地跟室友地之間 是不是因為我們科技部 我所知道就是 假如那個地沒有撥給我們科技部的話 我們的經費是科技部的 然後爭取裡面的公共建設計算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當時市府應該比較擔心的是科技部到底有沒有決心 對 這個是我們會展示我們的決心 那我們現在談的是台灣海洋立國的話 海洋這個產業是一個很重要的 海洋科技的這一塊也是一個很重要 那也是南台灣高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希望部長後續上面能夠加大這樣一個 對海洋科學研究 譬如說海洋船明年開始 明年後年開始就淘汰翻新海一海二海三 就台大中山跟海大的 另外一個明年底 2000噸的海洋中心海洋船回來 那過來兩年以後要建置3000噸的嘛 所以海洋是我們科技部最重要的重點 我希望因為總個十個中心就那麼一個坐落在高雄 海洋又剛好也是很重要一個產業 也是高雄很多的產業群聚也在那邊 我希望部長加重這個力道 那另外如果投入部裡面的決心夠強的話 我想市政府那邊也更願意配合 這個也希望這個委員在高雄市科技投入以後 要是產業沒有做起來的話就是不能永續發展 所以高雄市政府在推動海洋產業也是很重要 希望部長在整個也是要再抓一下你的資源 然後把那個決心展現出來 那我們再來努力跟高雄市政府的溝通好不好 我們希望這塊是對整個海洋產業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謝謝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請邱智瑋委委員 謝謝主席有請楊部長 好 請楊部長 另外請南科林局長 我們南科的林局長 來 邱智瑋委員好 楊部長 這個三個科學園區 逐科1到8月大概產值是6690億 中科大概是3000多億 南科的話大概是將近5000億 南科當中的高雄園區 大概產值大概是多少 營業額啦 那個林局長這邊有沒有數據 三百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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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多億只佔 這個高雄園區只佔南科的多少 一到八月只有三百多億嘛 那目前整個南科是將近5000億 對不對 只有6% 所以 代表說我們對高雄園區的投入資源很不夠 重視程度還不夠 還有很大的潛力 它附近有很多的這個研究型的大學 有很多這個具有實務經驗的這個大學 可以培養很多的這個產業的人才 然後呢 它又是螺絲產業的重鎮 下一個螺絲 你現在是強調這個創新轉型嘛 對 創新轉型那當然這個螺絲啊 過去是個傳統產業 那未來要創新轉型啊 我想這個 一個關鍵的就是從這個變成牙根啊 你一個螺絲大概兩塊 兩塊三塊 你變成一個牙根之後啊 就變成5000塊 所以全球這個 牙根的產值大概有1000億美金啊 所以我們有那麼好的基礎 有人才 那這目前這個 政策上面我是覺得不夠 support這個 再把高雄園區變成 所謂加值產業 對這個相關的這個合作 這個部分 部長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OK好 那個謝謝那個邱委員的質詢 那個 剛才講那個產值是真的 因為去年我們大概南科 南科大概就是7千億吧 其中台南園區就6千5百億 那個高雄園區大概只有五百多億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這樣的狀況 對 那我們今年我們也跟那個南科管理局談了 我們會把南科管理局這個我們的同仁 有室溫之一 就長住在這個高雄園區來推動 多推動我們高雄園區的業務 包括招商啦或是其他的這個業務 所以希望這個真的可以加大力道 而且我們也邀請了 也跟南科邀請了中山大學高一大跟高英大 三個學校的這個產學營運中心 進駐到我們南科來 把他們那個校友啊 就拿出具體的做法 對 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提振高雄園區 今年看那個預算 尤其是剛才那個邱委員講的那個 有關那個生衣器材那個方面 我們今年大概多了一億多經費來推動這個 那是屬於第二期嗎 不是明年 明年我們就多了一億多 大概兩個月前那個副總統 有到這個高雄園區看過嘛 整個未來轉型這個智慧聲音園區之部分 我們覺得現有的廠商它有一個生產鏈 所以具有很好的基礎 那你就資源不夠 對我們現在還就是加大力道了 然後招商的力道也要強化 對這個強化 所以你目前這個進駐率是多少 那個林局長 現在如果說從土地的出租率大概是70幾% 對 一直以來是70%多 從來沒有突破八成 所以代表說這個招商 怎麼樣行銷這個高雄園區 它的有良好的這個人才 這個培訓的這個學校 然後交通也方便 也有港口 海港 空港都方便 甚至它的地理條件比這個台南南科更好 那就是你沒有使用太多政策的支持跟福祉 然後你投入資源也不夠 我們對創新轉型方面 看看修訂一下科學園區社管條例以後 剛才講的那個聲音器材 還有過來就是那個精密機械 那個羅斯羅茂那個扣建 還有可能就是我們 因為台南我們有一個綠能園區 以後綠能的一些研發的進駐在高雄園區 所以你要有一個戰略觀 也拜託這個林局長 林局長表現非常認真 我認識他很久 從他在那邊這個服務也非常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在這個處理這個事情是非常認真的 但是科技部應該給他更多的這個子彈 更多的資源 他才能發揮 對 我知道那個高雲園區應該還 短期內應該有非常能夠發揮的地方 你看還有三層還沒有進駐 那其他你看中科 竹科基本上都飽和了 那南科大概也飽和 像未飽和大概就只有 南科現在是多少 那個林局長 南科大概九十幾%的土地產 那陸科就是高雄園區只有七十幾% 所以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所以你應該以步的高度去協助南科管理局 怎麼樣去招商 怎麼樣去增加它的使用率 我說你這30%的土地都是閒置的 我會努力 那你要增加一些誘因讓這個廠商 所以為什麼我要推動這個高雄捷運延伸到陸主 延伸到陸主的話 他就在這個陸科前面就設一個站 那這個員工就很願意到這邊來上班了 那廠商也願意來投資 另外你這個教育的投資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旗艦 旗艦的廠商進來一下子就帶動 主要再一分鐘 你那教育的投資 你那竹科有四億 竹科國際小學 國際中學 大概四億 中科大概也投入一億 我看你今年度的預算 南科是兩億八 就三所這個實驗中學 那這個高雄園區 有沒有可能再設一個分部 現階段應該還沒有辦法 需求不夠嗎 就是員工 我就需求 需求一直都存在的 你如果設一個學校 那廠商會願意 因為有這個 有一個學校在那邊 他解決他的教育的問題 子女教育的問題 他就更願意來進駐這個 你要提供一些誘因 這個部長 跟局長評估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是機身蛋蛋身機的問題 我們看看 實際到了 我們會考慮 政策需求導向 你提供誘因 常常才願意進駐 你把它當作一個 一個籌備的概念 在未來先提出計畫 部長可以了 好 好 謝謝邱委員 我們謝謝部長 我們下一位 我們請陳一鳴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楊部長 好 請楊部長 好 部長武安 陳委員 好 部長 我想呢 就針對請放下一張 最近發生的這個 一些事情 那 因為今天是審預算 不過 我們先看一下 預算 在 根據 這個審計部 統計的 從民國100年度 到104年度 科技部 在補助國內的各研究學術機構的 這個學術的這個計畫 研究的計畫的預算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執行機構排第一名的是台大 每一年的拿的錢呢 大概都有二十幾億 到了104年度還二十七億 成大是第二名 大概14億左右 第三名是中研院 換句話說中研院 除了從總統府那邊 申請預算以外 從科技部這邊 也申請到不少錢 有十億左右 所以光是前面三個機構呢 大概就佔了我們國家 這個整個的科技預算的三分之一 請問下一張 那很不幸呢 就這幾天呢 就是有一個新聞出來 就我們台大的這個 楊曼池楊校長 他的這個 掛名的這個論文 有出包了 那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請問一下部長 您知道這件事情嗎 知道 知道 好 下一張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當然他不是主要作者 但是他也是掛名的共同作者 那我們看到說其實主要是在之前 在也是台大的生化所的 這個郭敏良郭教授 他其實現在是借調到我們高一的 擔任副校長 那你看到說在2016年 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Nature Cell Biology 就是有一些圖檔 有錯誤的引用 之前的文章 甚至有一些圖檔 是重複使用 然後變造使用 的問題 那因為被這個 Public Peer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公眾的同裁的網站 踢爆的時候 所以呢 他們又去找了之前的文章 一篇一篇的找 現在找到有六篇文章 都有問題 都有瑕疵點 問題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篇 是在Cancer Research 2010年 一樣都有郭敏良 有這個林明燦 台大副社會員的副院長 2008年 還有一篇 是在JBC 在這一篇呢 林明燦 他還掛第一作者 下一張 2006年的JNCI 也是一樣的 在這篇裡面 郭敏良 楊半池 還有林明燦 三個人都在出現 2006年Cancer Research 楊半池還是 Last Second Senior Authorship 是跟這個郭敏良 掛在一起 2004年 最後你看到 還是郭敏良 楊半池繼續有掛在一起 下一張 我們看他們 主要的問題在哪裡 你看到說 像2016年的 他其實有錯誤的 引用了2013年的文章 說錯誤 其實是太 講得太輕鬆 怎麼可能 不一樣的實驗 會用同一個圖檔呢 這明明就是 就是 不是誤用啦 這是故意的 下一張 一樣的 2016年的這個文章 有些圖檔 其實都是重複使用 下一張 甚至更多啦 因為時間關係 下一張 2010年的文章 同樣不同的figure 3D跟2A的figure 用的圖檔 是同一個圖檔 不一樣的實驗 用同一個圖檔 下一張 被人家踢爆的 JBC的文章也是 不一樣的實驗 用同一個圖檔 它可能只是讓它的exposure 曝光的時間 變短 然後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是同一個圖檔 下一張 好 在這邊也是 這邊翻過來就是這個 好 下一張 2006 楊半尺掛了這篇 你看到沒有 這背景 這邊有一個斜線 其實它把它flip over 在這邊的這個圖檔 跟在這邊這個圖檔 唯一的不同就是 左右顛倒而已 好 下一張 好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狀況 是非常的嚴重 好 而且呢 這個其實是已經從追溯到 二已經有六篇 追溯到2006 可能現在 聽說還有一篇2004年的文章 也有人開始在比對 所以這是長期的累犯 在這種狀況下 我不禁要問 身為這個台灣第一學府 而且是很多學子 都要進去念的這樣子的一個台大 他們有沒有什麼內控的機制啊 為什麼會一直在出包 還有他們跟科技部 申請了這麼多的經費 那你們科技部有什麼樣的作為 針對這件事情 OK 謝謝那個陳偉的指教 發生這種事情當然是 大家都很痛心的 而且也應該說是 我們台灣都不信的 除了台大 除了那個個人那個教授以外 我想台大應該也是 非常大的損失 甚至我們台灣也是非常大的損失 郭敏良教授已經辭職 對啊 那楊半石校長 他好像主秘是 他們的台大主秘是說 他只是共同作者 還在撇清 請問他有公開道歉嗎 看起來是有道歉的 但是是哪樣子的道歉 我不是很清楚了 他從這個整個學術社群來看 這個都是不信的了 那以前我們科技部的倫理案件 處理跟審議要點裡面 基本上是 是處理這個犯錯的人 報紙上說他會請一個第三公正的單位 來做處理 可是他是校長 所以我們科技部也會 我們科技部也會組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處理 那在調查的期間 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可以制止嗎 因為其實亡羊補牢 不是只是調查而已 而且發生這個問題 你看第一作者 其實可能是郭敏良的研究生 又是他的Post 所以很有可能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從教育的角度 應該要做一些防避 對不對 換句話說是不是有可能 科技部可以要求 所有的研究計畫 不只是主持人 同時參與者 應該都要有上這個 學術倫理的 沒錯 研究倫理的課 因為從現在 我們知道說 從小學開始 很多我們小朋友就會用電腦 他們常常叫老師 就是交作業的時候 就會上網去看資料 找標準答案 Copy paste 然後就交報告 可是他們不曉得說 這樣子就是抄襲 我們覺得是說這種事情 教育的東西 可能請科技部跟教育部 應該要有一個聯合的一個 委員會來防範這個東西 教育要從小學 可能就要開始做起 否則的話 他們以為說 我上網去找一個標準答案 老師每次都要講標準答案 我在考試的時候 我就是問卷上考卷 我就寫標準答案 但是他應該要用他自己的語言 來寫出來才是答案 而不是說 照抄的是答案 沒有所謂標準 一字不漏 照抄的答案 不是真正的答案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如果有可能的話 科技部這件事情 要好好地去處理 內控的機制以外 教育的部分 尤其研究生 大學生 甚至 往下到高中生 國中生 是不是應該都要讓他們了解 什麼叫做抄襲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重要 我們在年底之前 會把我們那個辦法 做某種程度的修正 把你剛才講的那些 都把它放進來 教育輔導 甚至一些管控 好 那我最後做個結論 因為之前在2014年 我們蔣偉林蔣部長 他也是一樣 因為有他的學生 把他名字掛在裡面 然後後來他就下台了 今天的狀況不太一樣 今天郭明良教授 不是楊半慈的學生 他不是因為是尊敬他 所以把他名字拿來放在那邊 他們是真正的true collaborator 他們是其實是一起合作做研究的 這情況是很不一樣 而且就掛在一個senior authorship 你今天要講說我太忙 沒看過這個東西 就讓他發表 蔣部長或許是有可能 我如果是楊校長的話 我不相信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其實情節是更嚴重的 更不要講說楊半慈楊校長 過去主持NRPGM 國家型的生技製藥計畫多年 他是總主持人 負責全國的這樣科技的計畫 他今天發生的這種事情 他應該要有他的風骨 應該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告訴我們社會大眾 身為台灣的最高學府 而且是我們可能是唯一 進入世界百大的一個學校 他要怎麼樣的 來改正這樣子的問題 應該要以更誠懇的態度來面對 我在這邊呼籲 除了請科技部 針對這件事情 有你們的一些機制 你們跟教育部之間 應該要共同延商 教育的部分 該怎麼做以外 台大的部分 甚至台大經費的部分 從科技部 申請經費的部分 應該都要做一些處理 謝謝 謝謝 我們再一起考量 謝謝 我們謝謝陳怡明委員 謝謝 謝謝部長 下一位我們請 徐正衛委員 好 主席好 麻煩我們部長 好 請部長 徐正衛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本席聽到我們陳怡明委員講的 其實非常認同 因為有關於抄襲這個部分 真的還是跟教育從小扎根開始 讓孩子們知道什麼叫抄襲 是不是我們閱讀了以後 認同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消化以後 以自己的看法再表述 這樣才是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好這個想法 這個部分其實呼應剛才我們陳委員講的 我們這個科技部真的快要淪為盜版部 我們真的自己在自己的官方這個網站上 有時候我們在公佈很多的訊息 在轉載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問過這個著作人 也沒有尊重 然後就把它轉載在我們自己的官方網站上 那其實剛才我們移民委員講的 有關於我們郭教授這個部分 其實現在已經是這個 也這個國際都看到了 也讓我們台大校方也是蒙羞 但是我們現在 對於我們這個違反學術倫理的部分 以目前100年到104年 我們73件中有32件 後來發現都是補助 但是在補助以後 我們對它如何去考核 如何去考核 我們後來再追回來的補助好像 這個32件裡面 一共我們補助款是1億多 但是追回來只有100多萬而已 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我們在整個補助 以及我們的集合考核的部分 我們這個制度 是不是跟我們財政一起好好的討論一下 有關於學術倫理這一塊 因為有些已經 譬如說像有些論文 就2006 都時間非常長 所以有時候要追究 或說追究這個 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內部的部分 內控的部分還是要加強一下 謝謝謝謝 我們會做一些處理 因為這個都是明知明高 另外就是我們有關於新政府 在推出我們的5加2的部分 5加2部分 以花蓮來說 我們是觀光和農業雙軸並行 那在這裡 因為原來的五項的產業裡面 都沒有東部 所以應這個東部的地區的要求 也傾聽以後加2 就是一個新農業 那新農業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有關於科技部的部分 在我們新農業部分 如何去協助花東兩線 提升自己的農業的部分 在傳統農業當中 如何去整個做結合 在我們這整個新農業的計畫裡面 OK 我們請市長跟你報告一下 好 謝謝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提了一個就是 因應這個氣候變遷的情況之下 的一個新農業的前瞻技術研究計畫 那這裡面就有特別 針對於說這個環境變遷情況之下 怎麼樣去發展一些像飼料改良性 來增加這個作物來抗逆境 那這裡面的也包含像說 台灣的一些原來的原生種 這些特殊的我們都包含在這個計畫裡面 對 這個原生種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不要因為原生種不見了 然後都被基改給取代了 但是我們產官學三方怎麼樣去合作 這個部分我們科技部能夠來協助 其實農業大概是農委會主導 我們是比較技術資源 是 就是因為我們是科技部 所以我們才要詢問一下 您如何去輔導我們的農委會的部分 因為農委會做的還是傳統 那我們如何讓我們的科技新農業加進來 智慧新農業 智慧新農業 是 是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計畫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都邀請農委會的農改廠的計證 還有他們現在的副主委 一起來跟我們坐下來商討 我們這整個計畫要怎麼來進行 那未來這個新的技術如果有研究出來的話 我們也會跟農委會密切合作 把這個透過他們的各地的這些農改單位 能夠把它推廣到農民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我們科技部結合我們的農改廠農委會到地方來 我們跟產學學術的部分大家一起 就像我們有很多的高中高職 我們有花商如何將我們的產品用智慧化的轉換把它行銷出去 這整個其實整個是一個鏈結的 如何真的把它鏈結起來 讓花東地區能夠透過我們這個方案 智慧新農業的方案 整個花蓮高中 花工 花商 花農 還有我們大專的部分如何把它結進來 讓我們學子就留在當地來服務 因為有方向不會老是往外走 也會讓我們的花東的人口保留住 否則永遠花東的人口永遠往外縣市來流動 所以在這裡我們如果在新農業部分 真的還是請我們的部長這邊協助 我們看看怎麼跟農委會協調 怎麼去幫那個發動 特殊的發動 目前如果您沒有什麼想法 是不是在地聽聽看 或許有積出什麼樣的火花也不一定 另外剛才鄭天才委員講的就是我們運研所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觀光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最見缺的就是如何將所有的資源把它整合鏈結起來 這也是這也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科技部如果能協助就盡量來協助好嗎 謝謝 謝謝 會 那請問一下我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是請一下 部長可以休息一下 再給一分鐘好嗎 謝謝 我們現在有辦一個那個我們的災防告的部分 災防 對 就是災防告警細胞這個廣播號 對對 這個系統 那我們現在跟我們的這個廣播平台是有結合的對不對 是整個結合起來就運作嘛 對 在我們預防的部分 是 預先的部分 那這樣子本席想要請我們擴大來服務我們的範圍好嗎 因為其實在花東兩線我們這個 無論是風災或者是這個有任何的氣候變遷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交通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在這裡我們有相關的這個 我們是不是可以應用到我們的颱風豪雨海嘯相關的災防預告 用我們PWS的系統整個來提醒我們的用路人還有民眾 因為您這是預防預先性的警告式的嘛 跟許委員報告 這個各部會他們有他們的這個預警的這個部分 是的 沒錯 那交通部如果說蘇花公路有發生問題 他會馬上就送出這個警報信號 了解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結合嗎 還是說我們可以再做結合嗎 有有有有 都已經測試成功了 是好 謝謝您 謝謝 謝謝許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張麗善委員 張麗善委員 張麗善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不在 劉世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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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世帆委員不在 周陳秀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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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陳秀霞委員不在 黃昭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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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蔡毅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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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歐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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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好 我們今天登記質詢委員均嶼發言完畢 我們在休息之後 我們要接下去處理我們這個解凍案 科技部的9案解凍案以及這個臨時提案 因為趙偉還沒回來 所以我們先休息15分鐘給大家吃便當 吃完便當我們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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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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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帶你去看一下 你尤其是要綁在那個時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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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座啦 這次是西方國際場的電影 是不是好吃啊? 你想想看 這個好好的技能 像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選擇好看 我想可以選擇 對 日本人 基本上是在雙母吃飯粒 現在是 現在是 電銷全國 電競公司 電競公司 他的電競 Mitgl ох 電競技最多 電競 numero 電競業的丹大 電競業產 測放ibel 電競之間 到香港 電競 Wähler 還有就是,他們也有各縣市的中間都在建築 到時候我再看一看,現在我們發齡的縣市 假如說,他發齡的縣市,他發齡的縣市 他發齡的縣市,他發齡的縣市 所以說,發齡的縣市,對 就在那邊的縣市,跟你們那邊的縣市 可能去查齡的縣,這種縣市,把縣市發齡的縣 像你們這個,一看到台,你們發部,你們就有縣市 我們要去解決中央縣市的資料 信號 我們排隊。 他現在可能會去,你們在那邊的縣市 很多人,他們有了,他們需要自己下宣布 ,我們在那邊的縣市,你看,你很容易 我們有幾乎,我們在那邊的縣市 我們在那邊的縣市,我們在那邊的縣市 主席 现在是有 看法律限制有没有特别需要的东西 再看看这种方法 对啊 我上次因为我这个通法一下才挺好的 我想多去看这种方法 可以在那里方 最近我也不错了东华 因为这个后来一些地方的希望 对 我会不会说东华拉 发的医养胎 那我们下里边的改变 多问去验证一些sensor 還有我們希望他們那個也防災 防衛的進行 希望這個隊員啊 電法就直接翻譯了我們做 就是假證你們在華盛頓已經一成立 有人會崩壞了 而且這個 這樣就進行了 這樣做 好 現在有個叫 現在有個張文燕嘛 對對對 我們最近已經回去了 對 我就說你應該好好的一個個發展 做一個計畫 我們就給你選 那甚至應變今天來的時候 你可以協助 有一點雖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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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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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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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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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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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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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